行 今儿就开始吧 我来试一下这块 路屏就没有了 然后PPT会给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书的话 那个也还是可以 而且其实跟大家这么说吧 之前给过路屏 然后发现效果特别特别的差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同学他知道有路屏 他根本不来 然后他知道有路屏 就根本不听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还是不给路屏了 之前的班甚至是不给PPT的 因为其实咱们正常的面授班 徐老师的那份PPT 其实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那么我的PPT实际上是在 有些东西跟他是一样的 有些东西跟他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 这个客容量的问题 徐老师那边 他一张横目的讲半天 我这边最多的时候三张是讲两个小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能讲的没那么细 所以大家 主要的目的 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在上课之前 先知道PMP这本书 PMP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加入的链接 就是在你的群的那边 应该有一个加入电话 不要轻易开视频 你说我要是万一真有路屏的话 对吧 我还得最后加马赛克 OK 那咱们今天就废话少说 咱们书接上文 上次说到什么 上次说到前两章的内容 其实上次的前两章内容 我们还是照顾了一下第三章 就是关于第三章 到底什么是这个 到底项目经理该干嘛 咱们还是稍微说了一下的话 今天咱们会细说 那么首先说一下治理和管理的区别 昨天没有讲 按照课表来 你看课表里有就是有 那个课表里没有就是没有 因为我这边的课都是拆开的 然后今天咱们说一下治理 先说治理和管理 治理它的明确的定义 上节课我们没有明确的说 治理呢 它是统治引导与控制 最先用于这种政治生活 如国家治理或者地方治理 那么它的隐身呢 就是项目治理和组织治理 那么从项目治理的角度上来讲呢 就是说在项目经理的层级之上 那么我们的高级管理层 我们的PMO 我们的项目总监 至少是比你的头要大的这帮人 基本上是指的是项目组合的这帮人 然后对你进行这种管理 那么他们叫做治理 那么组织治理呢 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指的是总经理 CEO他们的治理 甚至呢他们的企业治理呢 更高的一层可能上升到董事会 因为它是真正的对整个企业的战略方向 它的整个经营情况 盈利情况 利润情况等等这一些 进行一种全方位的一种高层级的一种 一种一种干预 所以组织治理呢 它的它的层次呢 要比项目治理要高很多 那么项目治理呢 它和项目管理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项目治理 它属于项目组合管理 项目组合管理上节课 我们回忆一下上节课的概念 项目管理呢 项目治理是指的是 项目组合管理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要正确的开展项目 我要把这个充分充足的 并且仅仅是这些的 我在战略里分了一千万 给这个战略方向 那这个战略方向上面的几个项目 我顶多给一千万 我不可能超出这个预算去 我要去正确的开项目 然后把正确的合适的预算 分给各个项目 那么这是项目治理的过程 那么项目治理 它有的时候它就像什么呢 就像一个人挑着扁单 挑着扁单往前走 这个挑扁单的人呢 就是组织治理 就是项目治理 然后呢 这扁单上面呢 可能不止一个桶 两个桶三个桶 那么每一个桶都是一个项目 这个做项目治理这个人呢 根据他的战略方向不一样 他很可能随时设计某个项目 这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作为我们项目经理来说呢 如果真的有项目去 失败了的话 或者说项目被取消的话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是 从一个职业人的角度来讲是接受的 有这样几种这个结束项目的可能性 第一种是做完了 这是我们上节课就说过的 还有一种呢 比如说做着做着做着 组织的战略方向调整了 我们公司以后不做这样的项目了 那么这个有可能你的项目 本来做着好好的就被终止了 那么还有什么情况呢 还有这种 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甲方甲方把甲方做没了 之前呢 那个田老师就做过项目 那个我们做了做了做了项目 结果把甲方累病了 我们以防能把甲方累病了 我觉得我也我也做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这个项目后来就终止了 这种情况呢 对于我们项目经理来说呢 就是说一旦说项目组织要求项目终止 那么项目立刻组织项目收尾 然后进行经验教训总结 进行合同归档 进行已经完成的可交付成果的这种移交 然后我们去总结经验教训 我们的这些程序员 这个这些资源 之前是一个粉嫩的小萌新 那么经过这个 我们的这个一年的培养 半年的培养 他已经变成了半个老司机了 那么这个呢 也要体现到 他的人力资源报告里面去 以及组织的知识库里面去 因为知识管理呢 今天我们也会讲到 就是说我们的组织里边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新的知识 那么我们也要去管理这些知识 这些知识包括什么 包括比如说你今天天才哥做了什么样 做过什么样的项目 然后张伟做过什么样的项目 你们所有的人做过什么样的项目 那么通过这样的知识库 这也是知识库的一部分 那么通过组织的这种知识库呢 包括HR的库啊 包括各种各样的项目答案 来帮助我们企业在未来的应对项目的时候 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这是这一块的东西 组织治理框架呢 它是如果说 刚才其实我们这一页PPT已经说过了 就是说董事会呢 它可能做的是公司治理或者组织治理 那么CEO这个层级呢 它做的是公司的管理 然后组织的管理 那么组织管理这一块呢 实际上它就包括了一些项目管理 项目治理的工作 是这个 那么我们可以说项目治理和组织 和组织治理和项目管理之间呢 它是有一个桥梁的 这个桥梁呢 实际上就是项目治理 那么这是组织治理和项目管理之间的联系 那么对项目进行高层级的领导支持和服务 那么领导支持服务这三个字一说 大家就记得上节课我们说了一个组织 一个组织叫做什么 项目管理办公室 它的英文缩写是PMO 它负责进行组织级的项目管理 那么其中呢 它其实对于大的企业 如果是集团公司的话 那么它的PMO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 它可能有集团级别的PMO 或者是某个BU的 每个某个分公司的某个部门的PMO 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根据它的管理层级 管理的复杂程度来具体的决定 也许这个PMO只是管理的某一个战略方向 那么它可能集团的PMO 是管理所有的这个项目的 对所有的项目进行一种督导啊 管理啊 这种监控的工作 这是组织治理和项目管理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联系 咱们因为是面授班吧 当时徐老师呢 实际上是咱们中国现在有数的几个 在PMO这一块做的比较好的专家 他做过重量集团的PMO啊 包括京东的这个PMO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项目管理的这种顾问 都做的很多 然后接着呢 我们说一下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上节课我们说了三个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第一个是职能型 第二个是矩阵型 第三个是项目型 实际上呢 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组织结构 比如说有机型或者简约型 有机型简约型实际上这种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组织 比如说田老师现在的创业公司实际上就是一种简约型的 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明确的划分 因为说白了 我们就小猫死三五只这样的样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采取的就是简约型的这种方式 在PMO第五版的时候呢 因为第五版的时候只有上面三种 只有职能型举阵型和项目型 之前有同学在在听完我的课以后 那个考完PMP以后 他就跟我说 他说田老师 他说我现在创业了 我们公司我就按照你那一套 你那一套这个PMP的这个东西 我说你们公司几个人啊 他说我们公司三个人 我说屁 我说三个人的公司不要将组织结构 为什么 三个人的公司的话沟通极其简单 项目也不可能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 你甚至不需要什么项目组织结构 你只要能够你作为一个这个创业团队的老大 你只要能够跟这三跟剩下的两个人 你们三个能够充分的交互 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弄一个圆桌 三个人各站一角 然后呢顶多在边上再放个白板 就跟我就跟我这样似的 再放个白板 这样的话 你们三个人这个打电话 也不需要会议室打电话 这个其他的两个人在那 那个小声点说话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保证你项目里边的绝大多数信息 都能够充分的被其他的两个人知道 这样就能够做到最有效的沟通 其实我们在做组织结构 在说组织结构的时候 往往就是希望通过我们这种组织结构 能让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变得顺畅 至少我们给它定出规矩来 这是我们组织结构的一个 最初的一个目的 那么其他的组织结构 我刚才说了有机型的 还有一种呢叫做事业步型的 那么之前呢 不同的事业线 那么可能会有不同的事业步型的 这样的 组织结构 然后还有虚拟型 虚拟型这个东西 我之前玩的比较多 当时我们是在做虚拟团队 就是我当时做了很极端的虚拟团队 就是我的团队成员完全是在家工作的 我当时是在上海创业 当时在2015年 所以是在做一个大数据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自然语义识别 改成一个 做一个自然语义识别的项目 那么在这个项目上面呢 我的所有的团队都是在家工作的 那么在家工作的这种特点呢 第一个是我节约我的成本 当时我的公司呢 有30多个人 但是呢 我的办公室只有五个 五个工位 加上一个小的会议室 那么基本上 我是每天在会议室里面上班的 然后其他的人呢 是在这个 那五个工位上 我当时的这个 告诉他们的是呢 除非 除非你是新人 试用期 否则的话 你别给我在公司待着 那么这样的特点呢 是因为当时 我们没有用风投的钱 我直接用的是 我们个人的投资 所以呢 我们这个钱卡的就比较狠 当时是在上海的五角厂 那个地方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那个地方在洋谱 还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 那么我公司在那 一个小的办公室 然后我的团队成员呢 如果说他在那个地方附近的话 他每天通勤的成本 也是很高的 那么通过这种虚拟团队的方式呢 我的公司一个人 能够一个月 能够节约这个1000多块钱 那么因为没有通勤成本 然后他们可以在家吃饭 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 他们个人的工资上面 我们当时做过测算 也能省下2500块钱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当时就采用的是 虚拟团队的这种 这种类型 说实话 在国内做虚拟团队 我见过企业做的 然后比如说 我的开发部门在上海 然后我的业务部门在北京 然后我的实施团队 可能直接冲到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四川的项目 我的实施团队 直接冲到四川去了 那可能是这样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组织的这种虚拟团队比较多 但是呢 真把虚拟团队玩到 玩到个人层级的 可能我目前知道的就我一号 其实之前呢 我也之前跟大家一样 我上节课也介绍过 当时我就是学生嘛 也是跟大家一样学PMP的 然后我在当时把那个 我做虚拟团队的很多经验 然后做了一份PPT 本来呢 就是说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结果一讲 讲了他们一下三十场 就是关于这一块的 因为虚拟团队 说实话在家工作 有好多问题的 包括绩效啊 怎么控制等等 然后混合型上节课 其实说过了 就是根据我们的项目的特点 和我们的组织战略方向 我们可能灵活的 针对我们的不同的 这种项目的特点 我们采用不同的这种组织结构来确定 然后PMO型呢 就是PMO我们上节课讲了 PMO它有一种PMO 叫做指令型的PMO 那边PMO 你几乎项目经理每天 每周 周一周二都得跟PMO开会 然后开PMO会具体的问 啊你项目里面 这个干系人 他上个礼拜你们怎么沟通的呀 然后他有什么意见啊 他怎么说的呀 然后开会 那个你问没问他们领导啊 然后你下一步怎么办啊 然后等等 他又会问得非常的细 然后直接给你下命令 啊 说啊这个 这个客户不着急 你先去忙那个去 那么他会 他会命令的非常细 那么往往在PMO型的组织里面呢 我们作为项目经理来说 其实我们的权限相对来讲 是比较低的 但是说实话 对于女生来讲啊 今天我看这个QQ的名字里面应该有不少女生 那个 说实话 项目经理这个工作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累的一个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你做小的项目经理 比如说做那种没有实权的项目经理 你可能责任并不大 但是呢 公司总是想让你推项目 然后呢 之前我们有同学 就我们后来总结的嘛 叫做推项目 说那个 讲 说 报禁度全靠 爱个问 然后推项目全靠卖萌 那么这样的 工作呢 其实非常的累 那么 如果女生 如果学了PMP以后 那么 如果有机会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跳到 看公司有没有这样的职位 直接跳到PMO 能够相对来讲 轻松一些 比项目经理要轻松很多 OK 然后接着呢 我们说项目经理的定义 项目经理呢 是受执行组织委派领导项目团队 去实现项目目标的个人 那么这一句话 说的是什么意思 第一 你是受执行组织委派的 那么如果说我让 比如说我让这个天才哥 他们公司做一个项目 那么 他们公司的领导 直接把这个 把这个项目经理的职位 任命给了天才哥 那么谁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呢 实际上是他们公司的领导 执行组织的领导 去委派的项目经理 跟我客户 跟我实际上腰的甲方 是没有什么明确的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 只不过这个 你作为乙方的项目经理 你在管理 你在管理干系人的时候 管理相关方的时候 要对我这边进行管理 在项目的工作中 要跟我直接的进行这种汇报 等等 然后领导团队 去实现项目目标的个人 在这里面我们说一下 在PNP里面 项目经理要对项目的成败负责 甚至负权责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说什么时候是负责 什么时候是负权责 那么上节课我们讲过了 组织结构里面 有一个东西叫做 职能性组织 职能性组织里面 我们项目经理 几乎什么权利都没有 可能就是打打电话 通知通知开会 在这样的权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我项目经理 还要对这个项目的成败 负权责 那我告诉你们 就是说你给你多大的责任 给你多大权利 你就得负多大的责任 如果你仅仅是一个打打电话 或者说一个联络员 或者一个协调员 由于你的权利比较小 所以你可以相对来讲 负没有那么大的责任 但是至少你在看到项目的 明显的问题的时候 那么你必须要 足够及时的向你的领导 或者向职能经理 进行直接的沟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给你什么样的权利 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 那么之前呢 我们有一本书 叫做微权利下的项目管控 他讲的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项目经理 如果是说我们的权利 是我们的衣服的话 当你把身上的衣服扒光 就剩一条内裤的话 哪个权利是你的遮羞的那块 那个内裤 那么当时我们讨论的结果 实际上叫做什么呢 叫做正式或非正式的绩效评价权 至少 什么叫非正式的绩效评价权 就是我至少 我看你工作不顺眼 我觉得你不干活 我还能跟领导去打打小报告 这就叫非正式的绩效评价权 你看田老师说话都整理 立刻把这个 这个这个 打小报告这件事 说的如此的高大上 对吧 其实我们实际工作中 其实往往也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项目经理呢 我们有很多 比如说甲方的项目经理 比如说乙方的项目经理 然后我们分包商的项目经理 那么甲方可能他在做的时候 他直接管乙方的项目经理 他和直接乙方的项目经理对接 那么对于我们乙方 也就是项目执行方来说 那么甲方项目经理 往往我们称呼他为什么 我们的接口人 然后接着就是分包商的项目经理 分包商 这也涉及到一个项目管理的 一个专门的一个方面 就是供应商管理 在咱们PMbook的体系里边呢 对于采购那一块 现在讲的呢 是相对来讲比较粗的 因为在第三版的时候 曾经PMbook里边对采购 讲的极其的细致 最后导致一个什么 什么问题呢 就是咱们PM 咱们项目经理 比采购部那帮人 还懂采购 最后采购部那帮人不干了 所以从第四版到第五版 那么采购这块呢 实际上是有删减的 那么无论是甲方项目经理 还是乙方项目经理 和分包商项目经理 实际上都是我们 往往作为执行组织项目经理 也就是乙方项目经理 必须要关注的 这样的一些角色 而且呢 而且呢 在这个 我们说在像 我们说在这样 谁是我们的项目团队成员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给一个定义 谁是我们的项目团队成员 是那个 你作为项目经理 你能够明确定义 这个人在我的项目里边 提供什么样的职责的 这样的人 就是我们的项目团队成员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乙方项目经理的话 甲方那个接口人 分包商的那个 跟你对接的那个人 他们算不算团队成员 他们可能在组织结构上 或者说他们在明面上 不算项目团队成员 但是你要把他们 当成项目团队成员 那样的密集的 这种沟通的频率去管理 一定要跟他们做好 这种沟通的工作 这是我们之后的章节 也会提到这一块的内容 PMbook中呢 我们极少提到甲方和乙方 我们说甲方和乙方呢 实际上是为了我们在 在这个平时咱们 这帮同学里边的沟通方便 那么PMbook为什么 不说甲方和乙方呢 就是如果大家中 有做过采购的人就知道 其实甲方和乙方 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 如果我是做一个采购合同的话 那么甲方是我 甲方是我甲方爸爸 然后乙方是你要给我干活的那个人 那同样我把这个合同倒过来写 我做成一份销售合同的话 那甲方就是供应商 供应商是甲方 所以作为甲方和乙方呢 这事儿不是那么的 那么的这个 那么的这个绝对 所以一般我们片刻里边说的是 比如说我们项目指定组织和客户 或者和用户 这两个注意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呢 在采购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直接管他叫买方和卖方 那么这样的话呢 把甲方和乙方这个概念 一般我们上课的时候 为了大家好理解 我们可能会去这个讲 如果 如果 不是 如果是书上 如果是做题的话 那么不会出现甲方和乙方 大家如果平时说 你在其他的地方 非机构提供的题 如果你去看那个题 发现 题里边写了甲方和乙方的话 那么这个题 十有八九不是PMP的题 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的题 是干嘛的呢 是 他似乎是个 个PMP的题 但是他有可能是一件的题 就是一级建造师的那个题 或者是国内的某些项目管理专业的 他的考试的题 甚至我在 我在国内的那个PMP的那个 号称PMP的题库的网站上甚至见过多选题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 这个东西是 大家做题的时候要进行分辨 因为不建议大家用提海战术去刷PMP PMP这个考试呢 提海战术完全没效果 OK 那么项目经理的责任 其实搭不搭 搭不搭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 就是唯一的责任点 就是必须确保项目在规定的范围 进度成本质量要求之下交付项目成果 并满足相关方的利益追求 在上节课我们就曾经提到过 就是首先你得完成交付 对吧 完成交付以后 你还得让供应相关方满意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我们项目经理说实话 呃 做事就是在学做人 一个一个老的项目 一个就是资深的项目经理 说实话 那都是百炼成钢啊 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得经经历过 基本上之前我做的 就是之前我做的项目 基本上做这种危机项目管控 那都是呃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每天早晨 我可能都会跟我媳妇在那说 我说我今天有可能辞职啊 我甚至有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我这种做了十多年项目 有一个项目曾经也逼到我说 就在就在前年吧 啊 几乎每天早晨上班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真不想去 OK 那么项目经理的胜任力呢 在上节课的时候 我们也就提到过 第一个呢 是项目管理的这个技术 基本上在PMP里面就指的是 你对PMBOOK到底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 掌握到什么程度 ITTO背的下来背不下来 那些工具技术方法 你到底能实操几个 那么接着就是领导力 有些同学说实话 就是说有 我们在明面上 在招生上 呃 会说什么呢 会说所有的人其实都能当项目经理 但是有些时候 有些人 他不适合当项目经理 个别人啊 比如说情商特别低的 或者说你在项目团队里边 就是那个找茬的人 啊 那么或者说太 就是说太坚持原则 而或者说 呃 坚持原则到迂腐的人 或者说太不坚持原则的人 那么这样的人呢 实际上在这个团队管理上面呢 都可能有一些的问题 呃 领导力呢 在某些程度上 在一些 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可以锻炼的东西 那么 大家需要的是 可能在PMP学习考过之后 那么有些东西呢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么关于战略以及商务的能力 那么你 之前呢 我在带我的这个团队的时候 我曾经要求过他们 就是 我带程序员的时候 我要求他们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在 到我这实习 以及适用期结束的时候 你需要能够完全的掌握我这里的开发技术 并且能够达到绩效0.8的这种程度 也就是说你一个人的工作 虽然你赶不上这些老员工的这种基本的水平 那么但是至少呢 我能够按照0.8去放大 去给你安排工作 比如说 一个一天的工作 我能够确保你 你在1.5天之内 你能给我干完 这是这个 那么 在适用期结束以后 你能达到这样的程度 那么在半年之内 你必须给我能够达到绩效为1的这种程度 公司要求是9个月 我这边要求是半年 然后你到达9个月的时候呢 你需要对我们整个行业 有基本的了解 行业的做事方法有基本的了解 然后 到了一年半的左右的时间 你必须能够对行业 我们有多少个竞品 我们有多少个同行业的企业 我们的上下游企业是谁 然后我们的客户 他有多少个类型的客户 然后他的主要客户是谁 我们的客户的主要利润点是谁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你必须有这方面的决策能力 否则的话 大家如果是做IT项目 那个项目管理的话 有的时候 程序员做出来那个软件那个功能 你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但是他真的很委屈 他觉得那样做是对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之前不是有一个笑话吗 说什么 媳妇让程序员老公 回家的时候买五金桃 如果碰见卖西瓜的就买一个 然后等到老公回来的时候 买了一个桃回来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直觉得 老婆说话所指代的那个对象 是指的是那个桃 所以呢 碰见西瓜的话呢 桃就只买一个 这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这种 由于你的思维的限制 你的战略的限制 你的战略思维的限制 导致你想问题的时候 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客户不一样 我们客户 之前我在给中式化做项目的时候 我们中式化的 中式化的客户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们会业务 我们 我们会 因为他们也是那个中式化咨询公司的 那个那个单位呢 200多人 然后160个处级以上 然后那帮人曾经跟我这么说 他说呢 我们既 我们既懂得业务 然后呢 我们又会技术 因为当时我们 他们有的时候写的VBA的小工具 或者说用 他们用 很喜欢用那个Power Builder 用那个Power Builder 写的那些小工具 其实非常非常好用 有的时候 他们要求我们做软件的话 就是把他们的那个 写的那个Power Builder 或者是VBA的这样的小程序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 专门的一个系统 结果他说 我们既懂业务 然后我们还会编程 然后你们这帮程序员 你们这帮做软件的 除了编程 除了计算机 什么都不会 其实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作为这个 这个软件行业的项目经理 个别时候 还真的是不太能反驳这句话 这就是看你的 作为业务专家的这种程度 所以当时呢 我意识到这一点呢 我就去干嘛去了呢 因为我当时除了 给重视化做项目以外 我还给这个银行做项目 当时是云南省 云南省行长的那套决策系统 还有那个乌鲁木齐 公行乌鲁木齐分行的 那个行长决策系统都是我们做的 然后当时我就因为这个 那时候用有还 那时候那时候用有还很火 那么我当时还考了一个柱块 然后就说 当时我将来我作为一个财务方面的专家 我也能去拥有当个业务专家之类的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看不到PPT 我不知道 那个用手机还是用的 用的这个电脑 我建议大家用电脑 手机我没试过 然后接着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项目经理的权利 项目经理的权利有五种 五种权利之前 很多时候之前PMI是不说这件事的 然后带着它考 咱们说这五种权利呢 首先一个权利呢 是职位权利 职位权利很简单 就是你入职的时候 offer上写的你的权利 以及你当你带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作为发起人 我直接写一份项目章程给你 然后在项目章程上面 我会写明白 授权给某某人 然后你可以动用什么样的组织资源 去完成这个项目 这是你的正式权利 OK 这叫职位权利 然后还有一个权利呢 叫做参考权利 参考权利 它指的 第一 第一 它有一个正式的 一个比较积极的部分 就是你的所谓的你的领导力 这也是你的这种参考力 你的个人魅力 这都算参考权利 参考权利呢 它还有一个名词 当然参照权利和参考权利 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 还有一个名词 它叫前世权利 前世权利就是什么 我不说 但是你懂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我爸爸是李刚 我的朋友奥巴马 我一旦告诉你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么你在 你在这个 资源 我在资源争抢上 可能就会有好处 比如说之前 我 我当 我上节课说了 我住在护家楼 然后我当时 我在 我公司在上帝 然后我每天呢 坐十号线 到了这个 知春路 然后换十三号线 然后我的 我们公司的老板呢 是在知春路住 我们俩偏偏就每天都能碰上 然后呢 我们老板是个女的 不好意思 结果呢 当时 好多新人以为 因为每天 我跟我们老板上班 一块上班 然后一块下班 然后当时好多新人 以为我们俩是两口子 最后导致 我在一段时间内 我资源争抢的时候 我极为有优势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结果 那我就这便宜 我就站着 等我知道了的话 那这事我也就不说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接着就是专家权利 我之前作为一个熟悉 项目管理体系的 作为项目管理方面 比较权威的人 我在做项目的时候 我说必须这么干 那么很多时候 很多同学 很多这个其他的 尤其是乙方项目经理 他很多时候 他没有办法反驳你 在去年的时候 我在管供应商的时候 特别逗的一件事 就是有一次 我跟他们打遭遇战 然后我要求他们 给我报公诉 然后我要挤 挤水分 我最后挤到什么程度 我说你要给我说出来 我说你 这个 我说你要 这个 这个 这个模块 我说你要给我拆功能 然后每个功能 你给我拆工作 拆工作包 工作包下边拆流程 流程下边拆步骤 我说你得一个一个 给我写清楚 你每一个系项 你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你到底要花多少 大 花多长时间 我说你给我进去到小时 最后 其实在这里边 我偷换了一个概念 之后我们会讲 工作包下面拆步骤 在工作包和步骤之间 我呢 工作包后边拆活动 活动后边拆步骤 然后在活动和步骤之间呢 我给他加了一个流程 结果最后 他给我交的文档里面 连流程图都给我画出来了 当然这是出于当时的考虑 我没有办法的一个情况 那么专家权利呢 实际上作为我们项目经理呢 我们希望你多多使用的专家权利 而不要使用其他的一些权利 OK 专家权利是最优先的 接着呢 就是奖励权利和惩罚权利 奖励权利这件事呢 写给项目经理来说呢 实际上并不是太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奖励权利 我们经常意识到一个什么权利呢 比如发奖金 这是奖励权利 但是我们在举阵型的组织里边 我们的资源控制在谁手里啊 控制在职能经理手里 对吧 那么很多项目经理 我去见过的项目经理 他从当项目经理的那天起 他就没有见过项目奖金 他没见过项目奖金 好 他的项目团队成员能见过项目奖金吗 那么所有的奖金都在职能经理手里 所以这种情况下 很难对项目的成员进行物质上的奖励 但是有物质不能进行物质上的奖励 未必不能够进行一些非财务的奖励 比如说我们作为我们来讲 叫做非财务激励 尤其是PMP里面 PMP里面的所有激励方法都是非财务激励 那么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特别的荣誉 比如说大家在公司里面也都能知道 就是靠窗户的靠这个工作岛里边的座位 基本上都是老员工 对吧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离过道远 从好的方面说呢 少受干扰 从不好的方面说呢 就是领导过来过去不太容易看到你屏幕 顶多也就是这样 那么这实际上对他是一种奖励 那么有条件的公司呢 可能是比如说给他一个独立的办公室 或者是呢 独立的一个会议室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奖励 那么惩罚权利呢 是我们最最最忌讳用的 那么宁可把这个人开除我们的团队 我们也尽量不要使用惩罚的权利 因为惩罚的权利往往带来的是一些杀鸡敬猴的一种效果 敬猴 除非这个猴不得不在你这活着 否则的话 此处不留业自有留业处 对吧 所以惩罚权利是尽可能不要用的 OK 那么来自于自身的权利呢 实际上是最长久的权利 那么自身的权利往往指的是专家权利 那么参照权利呢 也也算 但是呢 使得好很好 使得不好 那是一个不太好的权利 接着呢 我们讲第四章的内容 第四章的内容就是项目的整合管理 项目的整合管理呢 它实际上我们上节课说过 它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子过 唯一一个子过程充满了五大过程组的 它从第一个4.1启动 制定项目章程开始 一直到4.7 结束项目或阶段 从启动到收尾 那么整合管理包括了识别定义 组合统一协调项目管理 各个过程组的各个过程和活动 展开的过程和活动 说白了就是 统合全局去解决主要矛盾 去解决项目上面的所有的问题 那么对于五成十来讲 五成十是什么 五大过程组 十大知识领域 那么为了形成体系 划分为独立的管理过程 那么但事实上 每一个过程都是 不是独立存在的 它都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今天让你改一个 改一个按钮的颜色 那按钮的颜色 这个东西是个小事 对吧 直接直接这个font color一改就行了 直接color这个属性一改就行了 但是它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 时间 涉及到范围 对吧 可交付成果 我的按钮颜色 这是我的可交付成果的一个项目 对吧 那么 涉及到范围的变更 涉及到时间 因为我改 怎样 花时间 因为我还要测呢 我还要做集成呢 然后 我涉及到成本 我涉及到风险 等等 一系列的东西 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都要兼顾的考虑 在过去 在八十年代 大家一定听过这样一个概念 叫做什么呢 叫做 项目的三大制约 或者说项目的三大约束 那么 三大约束呢 有两个版本 一个叫做呢 时间质量成本 一个呢 叫做时间 范围时间成本 那么 无论是这三大约束的 哪一个约束 哪 哪 哪个版本的三大约束 我们PMP里边 我们基本上都不太提了 就是如果你在做PMP提的时候 说这道题里考你说 这是三大约束是什么 对不起 这道题的话 你随便选 你选对选错 这个东西 对PMP都没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PMP认为 你要全局的考虑 十大知识领域的 所有的内容 达成一种 相互平衡的一个结果 这是这部分的内容 那么我们看一下 项目整合管理 它的所有的阶段 所有的子过程 首先是制定项目章程 接着呢 是制定项目管理计划 这个东西其实大家 大家至少我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我能看懂这是 这是在干嘛 然后接着就是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 然后管理项目的知识 在管理 在执行的项目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 然后管理项目的知识 从知识的角度上来讲呢 最开始 因为现在我们经常在说什么 这个知识付费啊 等等这一系列的创建项目 最近有很多了 包括田老师也在做这一块的东西 但是知识的产生 从彼得格鲁克说 知识的产生 它往往是产生于实践 在我们在学这个国内的 在国内的我们的同学 在学一些技术的时候 比如说我田老师之前 在学IT技术的时候 在学编程的时候 我经常看到说 哎 debug debug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就是找毛病找错误 然后我看到那个 斯坦福的那个公开课 他也有那个编程的那个 那个初步的那个 那个课程 编程的基础课 他就能非常清楚的说 说在50年代 在某某实验室 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样的人 然后他在写程序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bug 遇到了一个问题 然后他怎么调都调不出来 然后他实在是没辙了 然后他跑到某某个机房 甚至他能说出这个机房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房间号来 然后他说他发现 那里有一只鹅子 然后他把这个鹅子拿 拿走以后 这个这个房子就好了 这个程序就好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国外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的编程啊 很多很多东西实际上虽然说中国制造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用外国的东西 在他们的这种课程里边 你会发现他们说的这个东西 这个技术是活的 不是死的东西 他们能够把每一个东西 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设定 我当时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他们说的非常的活 这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好多项目 我们特别怕老员工离职 就是因为他们对于项目的好多这个不能够成不能够写出来的知识 他们非常的了解 非常的清楚 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承在项目里边也需要我们作为项目经理去挖掘 尽可能的把它文档化 如果你不能文档化 至少口耳相传 作为项目之前的笑料或者故事 把它流传下来 对于整个项目来生 从项目的士气上 从项目的这个管理上 从传承上都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那么接着就是说监控过程组 监控过程组也有两个活动 一个叫做监控项目工作 上节口我们说了 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有一个东西叫做工作绩销数据 工作绩销数据我拿出来以后干嘛呢 我到了这个监控项目工作里边 我根据绩销数据 我算出工作绩销信息 然后工作绩销数据 我算出工作绩销信息 然后我最后出来工作绩销报告该发给谁 按照沟通管理计划发给谁 那么这是监控项目工作 那么4.6实施整体变更控制 这个这个子过程是全书最重要的一个子 过程200道题至少20道题设计到他 所以这个地方是今天最重的一头 然后接着就是5.7结束项目 拓阶段 那么我们在之前我们说过什么叫运维 运维基本上就是一个一圈一圈 持续不断的运行 所以呢运 叫做 不是叫做运维 叫做 叫做什么来着 项目 提笔忘字了 项目和运营 对对对 项目和运营 运营就是持续不断的在进行 那么我们作为项目和运营之间的区别 就是我们项目有 独特性 所以我们项目要见见明细 那么在见见明细结束以后 你的项目阶段或者你项目整个结束的时候 你要对你所有的之前做的这种 东西进行这种总结 进行这种归纳 一个是我项目的产品可能要交付给运营部门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之前做的好多不能确定的事情 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要记录下来 那么也许下一个项目我们就能确定了 至少我这是一个组织的经验 这是收尾的过程 那么管理整体整合管理呢 有几个基本的概念跟大家要说一下 首先呢是一个变更的成本以及风险的概念 首先我们说变更的成本 变更的成本实际上是一个 是在项目最开始的时候越早期我们变更的成本越低 那么在最最早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是一个创意 那么在这个创意的过程中我们还没有落实到笔头上 甚至我们连BP都没有写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变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成本几乎不花 然后逐渐的我们把它形成了一份BP 然后我们形成了一份商业论证 甚至我们已经做出计划来了 然后我们已经做出设计来了 那么逐渐的我们对于这个 这个我们的最终的可交付成果的变更 越变 我们的越往后期我们变更的成本越大 那么如果我是建筑项目的话 等到我这个楼已经盖完了 那你再说啊这个层数怎么着这个这个格局不对 那基本上那就没法变了 对吧 所以变更的成本是从最开始很低 然后逐渐的上升的这么一套曲线 那么跟他对应的曲线是风险的这套曲线 那么什么是风险呢 风险是指的是 我项目里面不确定的这件事 那么我们项目经理呢 往往管的是这种负面的风险 当然风险分两个方面 一种是机会 一种是这个我们平时说的风险 那么不 风险指的是不确定的事 那么不确定的事 在项目的最开始是最多的 随着你的项目的逐渐的进行 你的不去 你的不确定的事 你的可交付成果逐渐的完成 那么不确定的风险呢 有的发生 有的没发生 没发生的过了这个阶段 它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那么你的风险会持续的降低 这个呢往往会 考一些概念性的题 就是说什么阶段成本 变更的成本最高 然后什么时候风险最低 什么时候风险 什么时候风险最高 等等这些题 那么这些题呢 它在考试的时候 它往往会说的很拗口 因为其实这个图 其实很好理解 但是它有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倒着说 那么在这种做题的时候 只要审题你足够的清楚 那你就可以去正确的去做这种题 然后接着就是说 我们在项目的不同的过程组 在它实际的这个发生的时间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一个关系的 首先呢 是开始 从我们的项目最开始 那肯定是启动过程组了 那么启动过程组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 在达到巅峰的时候 然后逐渐下降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启动过程组和规划过程组 它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交集 为什么 因为我在启动过程组里边 我项目经理往往已经被任命了 不是项目经理已经 可能已经参与过去了 那么我该做计划的 我该识别的干系人 我就识别的相关方 我就要去识别 我能做的工作 虽然说这不是 我还没有被正式授权 但是能做的工作一定要做 而且有的时候 你是一个作为项目的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你那时候已经是正确授权的 那么在启动的时候 你的项目的规划 你的整个的项目管理计划 也随时的在根据实际情况 在进行渐渐明细 在进行变更的 那么这是规划过程组 那么接着收尾过程组 收尾过程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起点非常靠前 为什么 因为你的项目的可交付成果的验收 是非常 是多次的验收 我们项目 在PMP里边 我们提倡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分阶段 分阶段验收的一个概念 就是千万不要去给我搞 那个最后的一个中验 就把所有的事给我弄完了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你在项目的第一阶段 然后我们对可交付成果进行了验收 我们可以跟客户 让客户来看 我第一阶段的结果 是不是你预期的 是不是你要的 防止我到第六个阶段的时候 发现 我从第一个阶段就做错了 然后之后 二三四五六全错了 那么最后我没法改了 那么也许我第一阶段 我当时错了没关系 我到时候就能揪回来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 它的收尾过程呢 实际上是非常提前的 等等这一些东西 然后接着就是监控 大家可以看到监控过程组 监控过程组是从头到尾的 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画成图的话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启动过程组 规划过程组 执行过程组 然后规划执行 规划执行 这叫什么 这叫由于建计明细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滚动式规划 然后最后滚完了 然后有一个收尾过程组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我们都会有监控的工作在里面 可交付成果 然后项目记录 这一系列的东西 好的 然后这是基本概念 接着我们就说这个制定项目章程 制定项目章程 它是一份正式批准项目 并授权项目经理在活动 在项目活动中使用 组织资源的一份文件的过程 然后我们的主要作用是明确项目的开始 和项目的边界确立项目的正式地位 以及高级管理层直述他们对项目的支持 这是我们项目经理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份文件 如果你的你的公司或者说授权书 任命书等等这些东西 如果你的公司不给你的话 建议还是要给 你可以提这种相关的建议 当然 有的时候是很没办法的 就是有些公司可能老板就是不想做这件事 但是你自己你要能拿到能抓一些东西 首先这个东西正式批准 然后授权项目经理 然后明确边界 我们在项目经理在边界的问题上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哪些活是我们干的 哪些活是我们不干的 那么项目章程里边的内容呢 主要是这以下的12项内容 12项内容 然后我呢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天地人这三个部分 那么首先呢 天就两条 第一个是项目的目的 我们干嘛要做这个项目 然后可测量的项目目标 以及相关的成功标准 这两条是天 为什么 这是我们项目经理的天 我们项目经理 埋头干事 那个抬头 你干着干着 你每一次在一定的时间 你在监督你的团队成员 你的供应商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 你要看看你的 你的财务 从战略方向上面 有没有偏离 你的项目是否还符合你的公司 你的组织的战略方向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可测量的项目目标和相关的成功标准 这就像我们上节课说的 我是一个赔钱项目 没问题 但是赔多少 公司有没有要求 这是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蓝色的部分 高层级需求 然后高层级的描述 边界定义 及主要课交付成果 项目的风险 项目的总体里程碑计划 然后 预先批准的财务资源 这里面为什么有删除线呢 所有的删除线的部分 都是第五版的部分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 高层级需求就是我们要干什么 从客户的角度来讲 我给你大概描述一下 我到底要干什么 然后高层级的项目描述 边界定义 然后主要的可交付成果 那比如说我要装修一个楼 我要装修一个养老院 那么也许我这个养老院的这个装修的过程 我就是一个土建项目 我不包括养老院的信息管理系统 这个要说明白了 因为有的时候 有些公司是这样 有些公司它是想把盘子做大 所以它本来就成卖信息系统的公司 结果呢 客户说 那个 那个我们现在还不买呢 为什么呀 我们养老线还没装修呢 结果销售就说 销售就说 装修我们也干 装修我们也干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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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们先给你装修 然后之后你们再买我们系统 然后先装修 那第一个项目 先跟客户说好了 我们不 这个项目里面不包含系统啊 那个系统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这个东西 明确的跟他说成了 然后项目的风险 项目的总体里程碑进度计划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我 客户认为多少时间应该 这是 这是客户或者组织的要求 然后预先批准的财务资源 组织要求你在多多少钱的范围内 你要做出来 实际上我们项目经理 对于蓝色的部分 我们是要通过我们的项目计划 以及通过我们的活动 来把这个项目怎么样 把蓝色的部分全部去落地的 这是要落地的部分 所以是地 然后接着就是人的因素 相关方的清单 项目的审批要求 审批要求指的是用什么标准评价什么成功 由谁对成功下结论 由谁去做这个项目结束的这个签署的这个动作 然后项目的退出标准 委任的项目经理也就是你 还有你的权利 然后发起人和其他批准项目 章程的人员姓名和职权 这些东西都是人的因素 包括最后为什么退出标准 也放到人的因素里边 因为最终是不是要结束项目 或者说是不是能结束项目 能正常的结束项目 或者是提前结束项目 都是人在那拍包 所以这是这一部分 那么在PMP里边呢 到底谁会在项目章程上面签字 这件事呢 在PMP里边 在PMbook里边没有明确的说 但是呢 在那个受控组织项目管理 受控条件下的这种项目管理 也就是英国的那套 Prince2的那套系统里边呢 他是明确的提出了这个 这个到底谁应该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他签字的人呢 首先是发起人 发起人就是给sponsor 英文是sponsor那个词 也就是他的执意是赞助者 也就是给你项目提供资金资源的那个人 这个人是必须的 然后接着呢 就是包括我们的客户 客户认可这件事 至少是客户的接口人 能叫来客户的领导 如果能签字的话 那么他的领导签字 那是最好的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 要给我这个项目提供资源的这帮职能经理 你在会上说的漂漂亮亮的 你也给我签个字 因为这种项目启动会 一定会开的非常的漂亮 说哎呀 说那个项目经理谁谁谁 有问题尽管提 所有的事包在我身上 你就找小张吧 小张你要什么 小张给你准备什么 小张没有的 找我 一定会说这种漂亮话 给我签个字 再说 到时候真要不出来 我就拿项目张成找你去 这就是这个 然后呢 下面我给一个项目张成的模板 这个模板呢 是之前PMI给的一份中文的一个模板 就是说它里边有项目的基本情况 然后项目的目的 项目的目标 项目的范围 项目的相关方的决策和责任 这个地方就把责任写得非常清楚 然后有关项目的权限 然后管理检查点 管理检查点实际上就是那个关键里程碑计划 它这里边也是 在这个模板里面没有时间 但是实际上都会有时间要求的 然后就是向官方签字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的内容就是八条 对吧 它没有之前我们之前那是十二条 这里是八条 那我问你一句话 如果我就写一条写什么 如果我就写一条的话 项目张成如果我就写一条 我就必须要写这一条 委派项目经理之极其全责 这是项目张成的最核心的一条 也是它的根本目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不写 我还能去看商业论证 我还可以看效益管理计划 这条不写 我项目经理 项目张成对我项目经理真的没用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然后接下来呢 这是我的一份项目张成 我之前做的一份项目张成的目录 然后这份这个呢 是一个ERP的一个实施项目 一个类似ERP的一个实施项目 首先呢 这个是按照国内的那种行文风格去写的 因为它最开始呢 它都会有这种文档的目的啊 这种这种官话套话在里面 文档的目的啊 关键的联系信息 然后实施服务合同的这种总览 基本情况 然后项目的目标 系统实施后的预期效益 实施策略 实施范围 功能范围 实体范围 技术范围 项目的组织结构 实施方法 准备 然后蓝图 所有的这些东西 所有的我能给它写的 我都给它写了 包括有些东西 可能是需要在计划里面写的 但是我的策略是能够尽早的去跟客户明确 就尽早的跟客户明确 这是这个地方 当时这个计划应该是实施 中实化108家企业 当时那个项目是两个亿 光实施这部分是实施经费是2000万 是这一块的东西 然后呢 这是我们第一个制定项目章程的ITTO ITTO指的是什么 上节课我们说了 输入输出工具技术 这三个东西 然后商业文件 我们指的是上节课桌子 商业论证和效益管理计划 协议或者合同都是一个东西 实验环境因素组织过程资产 然后我们的工具技术就是专家判断 然后数据收集技术 比如说头脑风暴 比如说交点小组会议 比如说访谈 这些东西是干嘛的 这些东西是我们跟我们的业务的相关方 我们进行交谈 我们去收集他们的需求的时候 谈判用的 那么这几个工具是我们经常要用到的 一些收集需求 收集意见的一些工具 然后人际关系团队晋动 冲突管理 引导技术 会议管理会议 会议管理会议 在PMP里边 其实之前我就被叫做会长大人 基本上就是 之前我在公司当项目经理的时候 基本上周一到周三 我都在公司 但是找不着我全在开会 然后会议呢 实际上要想做会议 首先开会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事情 如果你组织一个会议超过十个人的话 你单位小时的成本至少超过一万块钱 然后如果说 如果说你找了VP级别的人或者sponsor的级别的人的话 那可能就是两万 单小时的成本可能就是两万块钱到三万块钱 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必要的 非常耗费资源的一个东西 那么会议管理 我们在PMP里面有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认识 就是凡是会议 必须有会议的目的 目标 我们的会议的议程 然后我们的会议纪要 如果说 我们不建议 多个会混起来开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会 都在今天开 而且是同一批人开 那么这样的会议 我们怎么组织呢 我们组织两个连续的会 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会 我们要谈什么什么什么内容 然后这个会就谈这件事 你作为项目经理 你要对整个会议的过程进行引导 那么如果说 因为第一个会可能和第二个会有业务关联性 如果第一个会跑题跑到第二个会里来以后 你作为项目经理 你应该能 或者说你作为会议的组织者 你要不能把这个议题拉回来 你会明 你需要明确的告诉他 这个这个东西 我们我们下一次会议 再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会议结束以后 最好能够休息五到十分钟 让大家放松放松头脑 然后上个厕所喝个水 抽根烟 然后接着再开下一个会 这样的话 往往能够更加充分的解决问题 防止什么 防止跑题 以及会议时间过长 导致第二个会议讨论不充分 这是会议管理 然后接着输出 输出的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项目章程 第二个是假设日志 项目章程和假设日志呢 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前一页PPT 前一页PPT里边 我刚才说的是 所有的我画删除线的东西 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们在第五版的PMBOOK里边有 但是第六版的PMBOOK里边 项目章程里边没有的东西 它这里面就有一个假设条件和制约因素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第六版删除了假设条件和制约因素 因为他把假设日志放到一个单独的文档里边去了 所以假设这个东西仍然是存在的 假设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如果我让你去做计划 你一定会基于假设 虽然这个假设我们可能平时不说 那么你做假设一定是 比如说我让你做一个时间计划 你一定是基于你的项目团队 一周一个月 一周五天 一个月21到22个工作日 你一定是按照他们每天 每个工作日都在进行八小时工作 这样去给我做计划的 说今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雨 怎么着怎么着 结果这个这个提前下班了 这种事情 你没有办法预先判断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要基于说所有的工作日都上班的这样的假设 你才能够去进行你的项目的计划 那么比如说之前我在给那个北汽做项目的时候 北汽跟我说的是 我们当时有一个系统是跟北汽计效那边 然后跟他们有一个项目 那个项目跟他们说好的是 我提供的是软件 然后他们提供服务器 所以我的所有的成本计划都是基于纯软件开发 软件定制化 然后实施这一部分成本的计划 所以我的假设日志就是什么 我的假设日志就是我不管服务器这件事 当时要求我那个项目10月1之前必须要上线 结果呢我8月份 我7月份实际上就在跟他们联系这个服务器的事情 然后8月份我已经明确的在邮件里问了 结果8月底这帮人跟我说一个什么事呢 8月底跟我说说哎呀 这个项目上不了线 说我们那个项目的那个那个服务器的那个预算忘了爆了 现在没这个钱买服务器了 结果我就瞎咪了 所以假设日志这个东西 如果认为假设条件不成立的话 那么他可能就变成了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风险 他就变成了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问题 这是这一块的东西 很多时候假设是一个是一个大家都要都要考虑 但是有的时候又考虑不周全的地方 比如说上个礼拜我跟我跟我们家那个 那个财务总监聊了一下这个关于假设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大家知道北京市之前施工曾经出过几次事故 就是重大生产责任事故 比如说由于工人的不小心安全管理不到位 出现了这种工人死伤 工人死伤以后 最后导致的是北京市所有的这种大型的工地 全部停空去给我进行一个星期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以及安全学习活动 那么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的假我之前做计划的时候 我的假设是什么 我的假设是 所有的工作日 甚至建筑工地是整个月都能正常工作的 对吧 那么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 然后我就要去应对这方面风险 那天我跟我们家那口子说的是 聊的是这部分风险到底留多少钱 结果我们家那口子说 在财务上关于这样的风险一般要留什么呢 我在我在动呢 大家自在动吧 没问题 没问题 OK 要留什么呢 留对应的天数的叫什么 国债利率的钱 应对政策风险 要按照你的成本的国债利率 然后算出一个数 作为应付政策风险的一个值 我说这个东西有什么道理吗 他说没道理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没法估 所以财务上面就这么估 就这么做了 反正从项目的角度来讲 和财务的角度来讲 最近经常我跟我喜欢 因为我最近也在做CMA的那种 一般的这种 包括全面预算啊 等等这方面的培训 所以也在讨论这种问题 很有意思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制定项目管理计划 那么既然是预习课呢 我就不说什么叫做项目管理计划了 那么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计划 我就不说了 然后因为建计明细 对吧 因为滚农式规划 所以项目管理计划 要在什么时候执行啊 是不是在整个项目期间 你都要做计划 反复做计划 对吧 那么这就是你做项目管理计划的 这个这个时间点 以及你要干嘛 那么我们的项目管理计划呢 之前我们在第五版升上来的同学 我们经常说过什么三大基准 十三个子计划加三大基准 结果 到了第六版下面了 计划变多了 计划变多了 计划多成什么样了呢 首先是大家可以看到 基准变成了四个 总共是十八个 然后基准变成了四个 也就是说是十四个子计划 加四个基准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地方 所有的子计划 至少我要求是什么 至少我说出来 你知道它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要求 如果你能够 默着把它说出来 那是最好的 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实际上这些 实际上这些计划 都是和我们的这个十大知识领域有关系的 我们大概顺一下 首先范围管理 第五章范围管理 第四章就是项目管理计划 它是一个总的 总的项目管理计划里面 包含的十八个子的项目 那么从第五章开始 范围管理计划里面 它有范围管理计划和需求管理计划 然后第六章 进度管理里面有进度管理计划 第七章 成本管理里面有成本管理计划 第八章 质量管理里面有质量管理计划 第九章资源管理里面有资源管理计划 然后第十章沟通管理里面沟通管理计划 十一章风险管理计划 十二章采购管理计划 十三章参与相关方法管理计划 然后我们在项目管理计划里面 刚才我说了变更 是我们的至少二十道题的一个重头 所以变更管理计划 配置管理计划 这两个计划 基本上都算第四章的计划 然后接着说我们的三大基准 范围基准 进度基准和成本基准 然后第六版新增的绩效测量基准 就是把绩效这件事更加的在第六版强调了 然后第十七个计划 也就是项目的生命周期描述 也就是说我们项目到底分成多少个阶段 他把这个东西从之前的进度管理计划里面 之前进度管理计划里面有关键里程碑 他直接放到进度管理计划里面 现在他把它直接拿出来 然后开发方法就是我的这些项目阶段的这些关系 我是预测型的 我还是迭代的 我还是敏捷的 我还是什么什么的 所以这是所有的十八个内容 从我的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他跟第五版搭同小异 只不过有些东西他拿出来强调了而已 然后 当然这句话是跟那个第五版上来的同学说的 少了一个计划 少了什么计划 过程改进计划 少了过程改进计划 为什么 这是跟质量管理那一章有关 就是 因为质量管理是管理层的责任 那么作为项目经理来讲 往往项目经理的权限 无法进行过程改进 所以 在第六版里边 过程改进计划直接就被删除掉了 OK 那么右边这些东西 之后我们都会学 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们不属于项目管理计划 他们只是项目的文件 比如说这种日志型的这种东西 然后这种清单 这种什么跟踪矩阵 什么分解结构 日历 这种东西都属于项目文件 它和项目管理计划是区分开的 熟悉了 基本上项目文件有多少个 大家不用背 基本上不是计划 就是文件 OK 在这里边呢 我强调一下的是进度和基准 这是去年我的一个实际项目的一个进度的计划和基准 那么首先我们看什么是进度计划 什么是进度基准 那么进度计划 进度管理计划指的是我在进度这个方面 我到底怎么管 我不是指的具体的时间点 进度管理计划指什么什么管理计划 只是说我这个项目在这个知识领域 这个方面我怎么管 去年我写的是项目经理在任命一周内要完成项目工作计划 要细化到天 因为去年的项目 理论上是去年的项目理论上基本上是四个月的项目 虽然后边延期非常严重 这是因为前期管理的问题 但是最开始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然后每周三每周五项目经理要确认工作进度 你要跟你的团队确认工作进度 比如说我周四问你 那么你至少给我汇报到周三的情况 那么这是每周三每周五确认工作进度 然后每周一的项目部周历会要汇报工作进度 然后工作分解结构 也就是说他的那个所有的工作的列表 它是一个竖形的图 那么工作分解结构三级以上目录的调整 必须经过我这边的审批 项目经理不能自己决定 三级以下我不管 三级以上必须过审 这是进度管理计划 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管 那么进度基准是什么 哪天要完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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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准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基准这个东西 其实项目经理并不喜欢 基准这个东西啊 说白了就是项目经理自己给自己画了一根尺子 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套 然后等到你项目快结束的时候 或者说PMO或者你的公司领导在进行项目治理的时候 审查你的时候 就拿这把尺子去量你 就拿这个套去卡你 你当时那个项目基准里面说 5月15号这个采购合同要全部完成 你现在完成了吗 然后当时我们是三天之内绩效扣一分 然后三天到十天之内 然后绩效扣两分 十天到二十天之内绩效扣三分 然后大约二十天绩效 这个绩效直接 这一项的绩效直接没有 当时我们就这样 那谁去定的这15天啊 也是领导逼着我们对这帮项目经理自己去写的呀 对吧 所以这个项目基准你就记住了 它就是一把尺子 自己做的尺子卡你自己的绩效 扣你自己奖金用的 OK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做什么呢 叫做配置管理系统 配置管理系统呢 是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同学经常会 会有问题的一个系统 因为大家谁也不知道什么叫配置管理 我们先看它的书面定义啊 配置管理这个东西特别逗的是什么 配置管理书上有 但是书上的正文里边是没有对它的明确定义的 它的明确定义在哪 它的明确定义在书上的附录的词汇表里边 它有它的明确定义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那么这呃 配置管理系统呢 它是项目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它由一系列正式的书面程序组成 注意正式书面 然后用于对以下以下工作提供技术管理方面的监督指导 识别并产生什么识别并记录可交付成果或部件的功能特性和物理特征 功能特征和物理特征 然后控制对上述特征的任何变更 然后记录报告每一项的实时情况 支持呃支持对产品成果部件的审查 那么配置管理系统呢 它到底是为什么要做 配置管理系统呢 是一个从生产 就是制造业过来的一个一个系统 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对于 呃 比如说对于一个坐电梯的公司吧 如果我是生产电梯的 电梯呢 它是一个高度定制化的一个东西 我作为生产电梯的企业 我绝对不可能说我生产出三部电梯来 然后我放库房里等着等着卖 一定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这个房地产商 然后你现在要在你的楼里边坐地 坐这个电梯 然后我根据你的图纸 甚至我实际的去你那里边进行测量 然后根据你的这个楼的具体的规格 然后我来给你做具体的这个电梯 因为每一部电梯移动楼的每一部电梯 它的尺寸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怎么去管理每一个尺子 每一部电梯它的这种尺寸都不一样 我就是靠配置管理系统 配置管理系统它是一套正式书面的程序 那么所有的这些我识别出来的这个电梯的这个高度 然后它的宽度长宽高这些东西 我必须都要写在我书面的工程图纸上 经过了你的这个甲方的这个确认 然后呢我在生产 生产的过程中我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那个参数 那么在参数在制造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的工程师画出来这个图纸 结果生产的时候生产的老师傅说 哎你这个你这个地方的规格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要怎么怎么改 那老师傅可能说的是对的 但是老师傅能改图纸吗 不能谁能改图纸 工程师能改图纸 设计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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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的人能改图纸 所以老师傅要把这个事情上报到这个工程师那去 由工程师去决定说 这个东西要改成要不要改改成什么样 怎么着 那么这个是一套明确的书面的程序 不是说谁随便想改动就能改动的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配置管理的目的 那么在这里边呢 要提示一下IT行业 为什么呢 因为IT行业有一套配置管理的工具 这套工具叫做什么呢 叫做VSSSVNGitHub 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叫做配置管理的工具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在平时的项目里边也经常会用 但是 大家在用GitHub的时候 基本上是拿它管代码管文档的 对吧 但是我们的配置管理的目的并不是管代码管文档 我们的配置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去识别记录这些我们的可交付成果的功能特性和物理特征 要对他们的这些特征进行让他们受控 这是它的核心目的 偏巧在我们IT行业 我们的最终的可交付成果的功能特性和物理特征 它往往就体现在我们的代码中 我们的代码说白了也就是个文本文件 所以它也可以用和文档一样的管理方式去管 所以IT行业才会有这样的东西去管我们的代码 代码和文档可能一块管 这是这一部分 那么接着我们说我们在配置管理计划边上还有一个管理计划 叫做变更管理计划 记住了 在这个地方配置管理计划的定义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 记录并报告每一项变更及其实施情况 控制对上述任何变更 实际上在这里面说的是什么 变更管理计划是配置管理计划的子计划 但是由于变更管理计划太重要了 所以在我们的18个子计划 18个14个计划加四大基准里边 我们把变更管理计划和配置管理计划 我们把它当成同级来强调 实际上就是想让项目经理不要去忽视这两个东西 这是配置管理 那么配置管理呢 有三个主要的活动 那么首先呢 配置项的识别 就是哪些产品 哪些文档我们需要管 那么据此呢 我们这个产品被定义和确认 然后把产品或者文件要打上标签 然后变更呢 要得到管理 然后谁去管 谁对这个文档负责 要非常的明确 那么我们说配置项到底怎么管 我们平时的项目文件 其实有三种管法 大家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注意 第一种项目文件 我们刚才讲会议 会议是不是有一份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这样的文档是怎么管的呢 会议纪要是一套 一旦被确认就不会再改的东西 所以在会议纪要上面只有 有且只有一个时间戳 一旦这个会议纪要最终被签字或者盖章的话 那么这个会议纪要就永远不会再动了 只会被查阅 不可能被修改 然后还有一部分 像项目管理计划这种 随着不断的发生的变更 随着不断的这个渐进明细 滚动式规划 我们的项目的版本号是在从一点 可能从零点几 然后到一也就是我们的项目计划被签字的那个时间点 然后之后做滚动式规划 可能一点几一点几一点几 那么这样的实际上 它是用这种版本号去管理的 这是第二种管理的文档的方式 还有一种就是日志 项目日志 变更日志 需求跟踪日志 需求跟踪矩阵 其实它也是个有点类似于日志的 然后风险登记册 所有的这些东西 它都是按照什么呢 它都是按照最后变更时间去管理的 这是三种我们不同的管理方式 那么接着第二个活动呢 配置管理活动 就是配置观状态的记录 那么一旦说我们识别到说这个文档我们要管 然后我们要记录说这个文档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目前它的版本号是多少 它是不是最新的 它是不是收空 然后如果这个变更 比如说这是一份变更 这是一份变更的请求 那么这份变更请求对应的 对应的变更是否被变更控制委员会批准 如果它被批准 没被批准还好 如果它被批准 那继续往下跟 这个批准的变更是否被执行了 那么执行变更后的可交付成果 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是否被测试了 那有可能之前做的第一版的可交付成果已经被测试了 然后某一方比如甲方提额变更 然后乙方改完了 改完了以后忘了测了怎么办 所以你必须对整个配置管理的过程 进行明确的这种管理 配置状况的记录 然后接着就是配置的合适与审计 确保所有的这种配置组成的正确性 然后所有配置文件所规定的功能 都已经按照设计要求都已经实现了 那么这是配置的合适和审计 这是这三个东西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说一下 我们在执行过程组里边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 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呢 其实就是我们项目经理平时干的事 你平时你每天上班先干嘛 你每天上班先看看 各个组员都在干嘛 你看看张三那屏幕上 现在有几个窗口 然后你喝喝水 然后整理整理桌面 然后再看看 哎呦 连光标位置都没变啊 实际上这就是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 你要对项目的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包括十大知识领域 项目的成本进度等等 范围所有的这些东西 包括人力资源 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 工作 你的团队成员 他的工作态度 工作积极性 如果说你的整个团队 他的工作积极性都下降得很厉害 你这时候你要干嘛 你是不是就要启动团队建设了 对吧 然后你看到张三和李四在那里最近这两天都没说话了 这俩人是不是最近又闹别扭了 看看他们的别扭现在影响没影响绩效 如果没影响绩效 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出现了矛盾 如果说没影响绩效的话 你知道怎么回事 先让他们自己解决 结果第二天你发现这俩人打架 结果谁也不给谁共享文档 最后导致有问题 这个项目延期了 直接把这俩人叫来 你们俩私人的问题 私人解决 不能影响工作 你这时候项目经理就得强制上了 就得使用强制命令的方式 让他们去去去去解决这个他们的矛盾了 那么这是你全面指导与管理项目 项目工作 那么在这里边呢 因为中国人喜欢这种四字短语嘛 四字短语 那么我在这儿呢 也就列了16个字 叫做全面管理 执行工作 落实变更 实现目标 你在这个过程里边 你就是要一点一点的看 所有的团队成员 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工作都按时 按量 在成本范围内 在达到了质量 去做完了 那么包括所有的变更 那么这个接着这个呢 是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的ITTO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他的输入就是项目管理计划的任何组件 然后他的输入里边有变更日志 有风险 经验教育登记测等等 这一系列的项目文档 跟我们日常执行有关的项目文档 在这里面注意一下的是 所有的在PMbook里边输入里边记录的这些项目管理计划 因为这里面写的是任何组件 有些地方他指的就他会只写三项 只写两项或者只写一项 这个地方大家都要记住这几个字叫做包括但不仅限于 你看PMbook里面到处都是这句话 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项目管理计划虽然说输入只有一两个 但是很多时候他还有别的 只不过那些东西很少被考 很少需要考虑 但是真的到了项目的那个那些题里边 偶尔还是要考虑的 当然那是一些难题 这个我们后期啊 咱们是面首班 我是不讲习题的 后期做题的时候 你们自己去体会 然后这项目文件这些东西 批准的变更请求 你可以看到批准的变更请求 你在这里面 你就要执行变更了 批准的变更请求 在这个地方你要最后变成一个什么 最后变成一个可交付成果 结果你自己仔细再看 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 在这里又有一个变更请求 对吧 那这事我们一会再说 为什么他有批准的变更请求 有的输入 然后他有输出 这边更请求 然后接着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中间我们新加的这个东西 新加这个东西呢 叫做管理项目的知识 之前也说过了 之前的知识呢 有很多 项目的知识有很多 首先一个我们招人 就是因为他有一些技能 那么这些技能呢 肯定是一些系统化的知识 就算是你招的本科生 这种实习生 他都有一些知识的这种系统化 系统的一些知识 然后呢 你在你的你的项目的过程中 你会新生成的一些知识 那么你要对他进行分享 那么首先是你需要对知识进行集成 之前我曾经是这样 我每一周的周四下午 要求我的团队成员要进行组内分享 我当时组内分享是当成 因为是虚拟团队 我是当成团建去做的 有些同事 我要求 我要求这些同事是 如果你在你的项目中 你在项目中 你的工作中 你觉得你在某些方面做的很牛逼 或者说你发现了一个坑 然后你解决了这个坑 你想跟大家吹吹牛 这个是我第一欢迎的 然后第二个呢 是你说一下 比如说你是做编程的 那么在谁谁谁 又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中间件 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这也是可以的 这就直接讲知识了 那么大家知道 有一些技术人员 他是特别不爱说话 粘的没法 粘的没法没法的 基本上跟人没法交流 那么从建设团队的角度上来讲 之前也有这样的同事 就是你真的是打他两拳 他都不给你 他都打不出一个屁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真的是最后找到我 他说 他说你说我能讲什么呀 我说你要不然 你给我讲个笑话 我说你能把这笑话讲出来也成 那么这实际上就加入了团建了 但是前两个其实知识的集成和知识的分享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显性的知识 我们还会有一些隐性的知识 显性的知识我们很容易 比如说客户的业务 客户的业务对于我们软件编程的人来讲 对于我们这种东西来 对于这种纯粹搞技术的人来讲 他就是一个知识 你需要去把客户的业务流程 为什么要这么做 跟团队成员讲清楚 讲明白 否则那个团队成员就可能给你最后买出 买回来一个套 做出那么一个一个套的系统来 那么还有一些隐性的知识 比如说 比如说我做了很多年的编程 我从正式做编程是2002年 之前都是之前从小学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编程 然后一直到这个中间就没断 然后从2002年开始正式的在公司里面写程序 然后一直干到2014年才正式的说 我强制自己在公司工作中不写代码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有的时候 比如说当时我没有学渣瓦的时候 我没有学PHP的时候 最后我的团队成员很奇怪 他说为什么你不会PHP 但是PHP的debug 调程序你比我们快那么多 我说对啊 我说我说这种东西 我说这种东西 这就是经验啊 这种隐性的知识很难被传授 那么怎么样被传授 有没有传授的可能性 第一我承认有传授的可能性 这种传授的可能性 第一通过口耳相传 第二通过大量的实践 然后去长时间的总结 可能能总结的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契机 只有在很多特定的契机的情况下 那么有可能对别人才会体会到你的这个知识 你所要表达出来的东西 那么这个是这一部分 比如是之前 之前我跟咱们团队成员 咱们PMP的学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说咱们的所有的团队成员 咱们所有的项目经理 到公司入职 一个新公司入职 甚至你面试的时候 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先看组织结构 你要是个职能经 你要是个协调员 或者联络员 那除非说他有什么别的东西 特别吸引你 你最好别干 至少这个是个矩阵吧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有些同学是理解了 有些同学不理解 然后有些同学有过了一两年跟我说 你说的很有道理 实际上就是隐性的知识 很多时候 虽然我认为我说出来了 但是可能很多时候 对方是理解不了的 不到那个看节上 他是理解不了的 然后这是监控项目工作的 这个ITTO 监控项目工作的ITTO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只能找几个说一下 这个专家判断 我们在这里面说过很多专家判断 上节课我也提过 我们项目管理里面的专家判断 指的就是 我这件事比你有经验 我就是专家 不是任何的那种什么 什么发证的那种专家 然后备选方案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 政治分析 根本原因分析 趋势分析和偏差分析 这些分析 在第四章会出现 然后在之后的各章节都会出现 这些章节的 在看的时候 大家要进行一些一定的整合 比如说备选方案分析 备选方案分析 第一个在这里 在监控项目工作中要出现 然后在哪 在成本那里要出现 你有不同的技术路线代表着不同的成本 然后接着还要在哪 在采购里面 不同的供应商给你提来了不同的技术方案 他们有他们提交了不同的标书 那么你到底怎么选 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串着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监控项目工作发现项目有偏差 你要有变更 那么你在这里会有变更请求出来 OK 那么在这监控项目工作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会有一个工作绩效数据 到工作绩效信息到工作绩效报告 这样一个流转的过程 那么这幅图就直接说明了 整本PM报告里边 这个这三个东西的流转 首先在4.3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的过程中 你拿出来了 你提取出来了 跟你所有的团队成员 你问问出来了 或者他们提交的工作绩效数据 然后通过各个过程组的控制过程 可以看到从5 6 7 8 9 10 11 12 13 每一个跑掉的 从第五章到第十三章的控制过程 你把工作绩效数据变成工作绩效信息 然后通过4.5 监控项目工作 给我做成工作绩效报告 提交给你的项目相关方 这幅图大家最好能够理解 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变更 工作绩效信息 我们既然有绩效 我们刚才说了绩效的尺子 绩效的尺子是我们的基准 然后我们实际上有绩效 然后我们拿绩效和基准去比 然后最后我们就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们就会产生变更 为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绩效和我们 我们超支了 或者说我们进度延误了 我们进度延误了 我们要把进度追回来 这叫做纠正措施 然后我发现未来下一个月 我的我估计我会延误很多 那我怎么办啊 这个延误是不能接受的 那好吧 这个月虽然还没延误 我先提前加着包 我先往往前赶进度 赶早不赶晚这叫 或者就是曲线补救 之前 之前现在是第三个月 之前第一个月 因为团队对业务不熟悉 第一个月有几个借口做错了 赶紧回去改一下 那么产生变更的 有这样几个原因 会直接导致 导到我们的第六 4.6 实时整体变更控制 实时整体变更控制 是我们在项目管理里边 最重的一个东西 至少20道题 这个刚才已经说了 那么 如何去实时整体变更控制呢 我们会有一个变更控制的流程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首先要说他几个原则 第一个 所有的变更必须是书面记录的 书面记录呢 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 你的客户比较守规矩 那么他希望你进行变更的时候 他给你提供了一个变更申请 书面的变更请求 那么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种书面记录 还有一种呢 是对方的董事长 或者是高层级领导 不管是他的高层级领导 还是你的高层级领导 在会上吹牛逼 然后导致的 你需要进行一些变更 你不可能指望那么高层级的领导去变 给你写变更请求 你只能怎么办呢 你自己写个变更请求 然后找对方去确认 去签字 去盖章去 这叫做书面的变更请求 无论如何都要变成书面的 在这里面要注意 然后必须要走变更管理系统 或者配置管理系统 这两种说法 哪种说法其实都是对的 但是呢 我说走变更控制系统更加的具体 如果我说 你要如果题目里面有选项 说走配置管理系统 你也不能说他错 那么如果说因为PMP的题 他有可能四个选项都是对的 然后你需要选一个最对的 或者说他有两个选项是错的 另外两个选项是对的 但是PMP有都是单选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实施变更 实施生体变更控制的流程是什么呀 他有两个 第一个是走变更管理系统 第二个是走配置管理系统 选哪个 选哪个最具体的 走变更控制系统 然后接着就是批准的级别 批准的级别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至少有三个级别 第一个级别叫做项目经理级 比如之前我的定的规矩是 20万以下的变更项目经理批 然后还有一种呢 叫做CCB 还有一种变更呢 就是改基准 我们说基准是我们项目经理 给我们的绩效做的一把尺子 那么你不可能既是裁判员 又是选手 对吧 你既然你你做好了这把尺子以后 你就变成选手了 那么改尺子的工作不能项目经理决定 那他一定是由于有一个叫做变更控制委员会的这么一个机构 这么一个组织去完成的 那么这个组织叫做CCB 这个CCB由谁组成在你的变更管理计划里边要写清楚 那么由CCB去批准说这种基准型的变更 或者说这种比较大的变更 那么还有一种变更呢 它比较它更大 它可能改项目的目标 大家注意改刚才我们说过了 改项目的目标是在哪个文件里面写 那么第一项目的目标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项目张成的那12项的第一项 所以那一项那一项咱不是咱们那个文档不是咱们项目经理写的 那文档是发起人签的 还有那帮职能经理那帮人签的 所以这种项目目标的变更 只能遵循着谁写谁改的原则发起人去改 那么当然如果你的项目有特殊的要求 比如说哪一类的变更也可以让发起人去做 未必是这种目标级的 那么也可以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在项目变更管理计划 或者说往上说一点配置管理计划里面 你要写清楚 然后第四个是防止镀金和范围蔓延 镀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些技术人员啊 他往往他为了炫技术 他往往他想多做一点 这种情况下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一件事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说不咱不说功能了 比如说你你的一个你的一个实事人员 或者说你的一个客服人员 然后跑到客户现场去给人客户干点什么事 不管干什么吧 结果呢 这客户 结果呢下午四点半就干完了 然后你们公司六点下班 回公司呢要一个小时 他琢磨着什么呢 他琢磨着我回公司 我到了公司喝口水就下班了 但是四点半我回家呢 这件事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得了 我给客户去打扫打扫卫生吧 做做客户关系吧 这件事在咱们项目经理的眼中行不行呢 简单的来说不行 第一个问题 这个工程师 这个你的项目的客服 跑到客户那里去 给客户去打扫打扫卫生 你下一个人去干不干 你这个人干了 下一个人不干 人家客户绝对说下一个人有问题 另外 你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 你给人家杯子撒了 把笔记本给淹了 把什么什么东西破坏了 这事算谁的 所以一定不能够进行镀金 另外就是说范围蔓延 范围蔓延往往是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我田老师作为甲方 我今天找到你们单位的一个程序员 你们程序员也知道我是甲方的大头 然后我说哎小朋友 那个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做 是不是能特别好 然后因为一般的这种管采购的人 或者说这种领导的一般引导技术都是蛮强的 所以你那个程序员傻乎乎的 好像是是是 要不然你就给我改了吧 结果一改改出bug来了 我家的这个小功能跟其他的地方需求冲突 那这个时候算谁的 所以无论是镀金还是范围蔓延 在我们PMP里面 它是一个底线问题 都不能发生 有这样一道题 说你这个项目 说可交付成果已经验收 客户已经付款已经完成 然后并且已经交付运营 客户给你极高的评价 但是在项目审计过程中 发现你有镀金 那么请问如何评价这个项目 那么这种题 只有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项目失败 这是底线问题 一旦出现了镀金和万维蔓延 就是失败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变更控制流程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思路 这个思路呢 大家大家最后在学完之后呢 要能给我背着 也得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首先我们作为项目经理来讲 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变更 这是前提 我们项目经理绝对不能说 你不许提 他也不许提 你们都不许提 这句话我们项目经理是说不出来的 即使是作为你们的这个客户 你们的项目团队成员 你们也不能这么要求 那么首先是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变更 但是这个变更必须是书面的 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必须是书面的 那么我们出于自己项目经理自己不想多干事的原则 我们要求客户的时候 就是你必须给我书面的变更请求 等到大领导你必须自己写文档的时候 我们在写 但是前提是一般的变更必须要求客户 或者变更的提出人给我提出书面的变更请求 然后接着就是 我项目经理拿到这个变更请求以后 书面的变更请求以后 我去找变更的请求的变更请求的提出人 去详细的去了解 你为什么要提这个变更 然后你看你 因为中国语言 任何语言其实都是博大精深的 它的文本一定会有二义性 所以你必须要去详细的去理解 提出人的变更 是不是跟他写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他的理解和你的理解是不是一致 那么在这样的讨论的过程中 那么你项目经理很多时候 你可能会就已经会阻止很多不必要的变更了 比如说很多时候 你做了一个客户说加一个按钮 后来你就说 加这个按钮以后 有这样的有这样的问题 你有那样的问题 然后这儿的工作量要大 那个地方你要多做几步确认等等 然后客户说 影响这么大 那就不变了吧 那你后边的流程 你就不需要走了 你只需要更新一下变更日志 把这个状态写出来就行了 然后如果说客户坚持要变 然后你又了解 确实的了解了这个变更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要去和你的相关人员 包括你的团队人员 包括你的专家库里边的专家 等等 这些人去分析这个变更的影响 然后提供几个解决方案出来 然后找CCB 要求开CCB会议 然后在CCB会议上 进一步评估变更的理由 细节影响 然后方案 然后做出结论 我们是批准变更 还是拒绝变更 那么如果是批准变更 我们要更新变更日志 如果是不拒绝变更 我们也得更新 变更日志 然后记录这个解决的结果 然后你记录完了以后 你要告诉你的这个变更的提出人 是批准了还是结束了 如果是批准了还是拒绝了 如果是拒绝了的话 注意你这时候项目经理的态度 你的态度就是告知他的结论 告知这个变更提出人 说CCB已决定拒绝这个变更 理由是什么 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你不需要去帮助他在里面 甚至帮助他去找新的理由 去推动这个变更 你项目经理是没有这个想法的 你是不能这么干的 然后如果是批准的变更 批准的变更 刚才说了4.4 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的输入 有一个叫做批准的变更 批准的变更到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去 把批准的变更去落实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问一下 就是说我们变更日志是一份什么样的文档 是一份机密文档还是一份公开文档 因为是这个在线课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结论 这个文档是一份公开文档 如果说之前我们有过讨论一个变更 结果今天我田老师我又提出来了一个同样的变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项目经理直接拿出过去的变更日志告诉他 这个变更在什么什么时候已经由谁提出来过 但是已经被否决了 否决的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 项目经理对于已经变更 已经拒绝的变更 不再提不再提起新的变更的这个这样的流程 除非什么 除非说变更的提出者拿出新的决定性的结论 比如说目前市场环境已经变化 当时这样的做法可能在成本上有些不合算 但是现在就变成必须的了 那么除非变更的提出人提出来了新的确定性的证据 证明这个变更可能会有效 否则同样的变更 同样的理由 只讨论一次 不要再去往CCB推了 还是那句话 我们开一次CCB会议是很贵的 那么在PMP的题目 在做题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说说这个变更管理计划里面说这个 这个级别的变更应该谁批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默认CCB去批 OK 这是这一部分 然后接着就是结束项目或阶段 结束项目或阶段呢 就是一个结束的一个收尾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它包括了一些最终产品的移交啊 经验教育的总结啊等等的东西 那么我们呢 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叫做合同收尾 第二个部分呢 叫做行政收尾 什么叫做合同收尾呢 就是说首先呢 所有的合同这个阶段结束以后 如果是一个三年期的项目 很多采购其实第一年就结束了 或者第二年就结束了 那么在阶段 在项目阶段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确保在这个阶段 该收尾的合同 我们要是合同收尾 该给客户付款的 给客户付款 然后 那个该怎么着的怎么着 然后 这个公司要对我们进行采购审计 该审计的审计完 然后 我们 这个买方的采购管理员 向卖方 发出书面的 这个采购过程 已经结束的这种确认 然后跟外 跟那个供应商之间做这种交接 那么这是合同收尾 那么行政收尾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项目阶段内部 那么 每个项目或者阶段结束的时候 我们都要进行经验教训的总结 然后 我们要看 上一个阶段 我们的问题有哪些 我们到底实施了多少变更 这里边有多少问题 然后 我们在 这个 我们的绩效偏差有哪些 偏差了多大 然后这些偏差都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么这些 这些原因 我们是否要检讨一下我们的流程需要 我们的工作流程需要进行一些变更 等等 这些事情 要经常的干 然后与公司的内部交接 那么顺序呢 一般情况下是先做合同收尾 再做行政收尾 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如果把产品的 合时定义为可交付成果的完整性验收呢 就是说两者都需要进行 合时产品 合时那一部分我们可能到范围那里边再去洗说 因为这个表是属于对正对于整个片部分的一个总结的一个表 到时候我们再去细说 然后接着 就是说我们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干什么事 首先是 我们自己作为项目经理 我们再review一下 我们所有该干的事都干了 所有的活都已经达到我们的出关标准了 那么这是首先你要做的事情 然后 获得客户对项目产品的正式签字 实际上很多时候 其实我在理解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财政项目 我们最后会有一个中验 其实中验的过程往往是指的是这个东西 我们平时找客户去确认需求 那是平时的那种分阶段验收 那么接着就是记录项目提前终止的原因 如果你是项目 你的项目被提前终止了 那么你这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记 谁在什么时候告诉你 或者正式的通知你 通过什么方式正式通知你 你的项目要提前终止 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 你首先要把这些这件事记下来 然后再去说别的东西 然后接着支付尾款完成账目 这是当时咱们合同收尾的内容 收集经验教训 更新项目记录 确保你的项目的管理过程完整 什么意思 对项目经理的要求 项目经理的要求是 可交付成果要干得好 要做出来达到质量要求 同时你管项目你也得管得漂亮 管项目管得漂亮 至少有一点 该有的文档你得有 对吧 别最后那个错别字连天 然后文不对题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那么这是 这是项目管理过程的完整 然后根据经验教训公司更新公司的流程程序和模板 反映一下公司的流程程序和模板属于组织过程资产 还是事业环境因素 想一下组织过程资产 对吧 OK 然后接着团队成员获得的新技能反映到人力资源上 人力资源这是什么 人力组织的人力资源情况属于什么 属于事业环境因素吧 对吧 实际上项目经理是可以影响事业环境因素的 但是不是上来就影响 而是通过这种收尾才能去影响 然后接着就是采购审序 然后完工程序 然后制定完工程序 然后分析项目的成功效力 然后发布最终的绩效报告 然后归档 然后衡量客户满意度 然后把可交付成果交给运维 然后最终最终最终一件事叫做解算资源 然后本来呢 其实这件事到解算资源 也就结束了 那么之前呢 PMP出了一道题 说下一步应该干什么 结果呢 他那道题是解散资源以后 他的题杆已经说了 他已经解散资源了 然后他再问下一步干什么 然后 他的四个选项里面 其中有一个叫做庆功会 那我就把庆功会也写在上面了 那么这也就是相当于他提给咱们增加了一项嘛 最后的庆功会是在解算资源之后的 这是这一部分 然后接着呢 咱们就开始做题 哎呀 今天还是还是有一点点头疼啊 接着就是做题 还是老规矩 我画分割线 大家说答案 然后如果答案都对的话 那就过 如果答案有问题的话 我就解释一下 OK 这道题 好的 好的 关闭 然后 现在的话 就是A和C选项两个执行 那么 你对 风险的影响力最大 风险的影响力是什么 你在决定 如何去应对这些风险 如何去解决这些风险 你在什么时候影响力最大 你在概念的阶段影响力最大 在最早期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任何的技术路线 去可能的技术路线 去跳过一些你无法解决的风险 或者你认为不好接受的风险 在最早 越早期 你对风险的影响力越大 因为这个时候是个概念嘛 说白了 就是商业商业论证的 时候 那么你 你的影响力是最大 所以就选那个最早的那个 哪个早选哪个 然后如果是执行的话 如果是执行的话 你应该是继承了我上节课的那张图 就是在执行的 在执行阶段的时候 你的成本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是最大的 执行 执行阶段如果选C的话 应该是这个阶段 OK 这是这道题 然后接着 哪个项目管理过程组 确定并核准一个项目 我还是做个分割线吧 我们说我们今天讲的一个过程 叫做 叫做 制定项目章程 正式授权项目经理 动用组织资源完成项目 所以 它是启动过程 对吧 和正式核准一个项目 就是相当于正式授权项目经理 你可以开始干了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C 启动过程组 然后下一道题 项目经理将公司基础设施识识别为项目 将基础设施识别为项目章程一项 输入依据 为获得技术资料 并分析公司的技术设施 项目经理与外部专家组开会 项目经理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 在PMP的题里面的做题方法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方法叫做正常思维法 就是虽然有这些好多东西都没有给你们讲呢 但是至少我们找外部专家组开会就是专家判断呗 对吧 接着项目经理正在收尾一个两年期的项目 项目经理应该在什么时候执行行政收尾 这道题你先想到结束项目或阶段 对的这样的话选B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结束项目或阶段完成的时候 你都必须要进行收尾工作 好的 下一道题 项目经理开始项目收尾工作 项目经理采用哪种工具技术 这道题 这是一道 我觉得你们选B的理由是什么 你们选B的理由是是是跳望远山同志的带动效应吗 这道题是一道标准的ITTOT 那么我们往前翻一下 看到这个没有 工具技术结束项目阶段的工具技术就这些 然后这道题的答案 就是C选项专家判断 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说 ITTO你要问我需不需要背 我只能告诉你必须要背 但是背的方法有很多 理解也是一种背的方法 所以这道题是选择C 接着执行过程组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我来打个横线 我来打个横线 OK 这道题的思路是这样 大家听好了 我做题的思路是这样 第一执行过程组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A跟踪并审查项目进度 在执行里面要不要看 要 所以他不能说是错的 注意如果说对错的话 如果是他判断题 他不能说错 所以A可能是一个是一个可能的选项 然后接着A和B去比 管理利害关系者的期望 如果说A选了 那B也得选 这两件事的重要程度是一样的 然后C 满足项目的规范 项目的规范有很多 我们的管理计划就是规范 那么C 比A B D 都要正确 都要全面 所以我们选择C 所以做PMP的题 千万不要看到正确答案 你觉得它是正确答案 你就不看别的选项了 四个选项必须都得看 接着 你在你的公司推行一种项目管理方法论 方法论要求建立CCB 关于CCB的描述哪一项更合适 OK 这条题的正确答案是B 是这样 第一我看到 我看到第一个答案是 我看到选项A的时候 建议所有项目 无论大小都使用CCB 如果是一个一两天的项目呢 注意项目没有太 没有说多小就不算项目了 所以这样绝对的话 往往不是正确选项 然后B 根据需要使用以批准或拒绝变工请求 然后A和B选 肯定是选B 然后接着再瞄眼 由项目经理管理作为项目经理的助手 这肯定不对 对吧 然后由关键的项目成员组成 不只是项目成员 有可能是客户 有可能是其他的人 甚至 我们 甚至我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人 我们甚至可能会有一些 我们会要举行一些听证会 记得吗 所以听证会是什么 普通市民 对不对 如果你是公共项目的话 甚至可能会有普通市民参与 所以 这是 这是这道题 你A C D 这三个选项 你都跟B去比较 发现他们要不就不对 要不就是说 A C D 这道题是都不对 OK 变更请求由下属人员 由下属哪些人员提出 变更请求由谁提出啊 不是 不是由谁批准 对的 这道题是相关方 相关方 相关方是什么 我们先说一下相关方的概念 受能够影响项目 或者受项目影响 或者自认为受项目影响的人 叫做项目的相关方 OK 那么这是 这道题选择C 那么 同样的选项 A B C D 四个选项是一样的 我把题杠改了 我说 下列四个人中 谁最不可能提出变更请求 再选一遍 这道题选择的 如果是这么问的话 这道题选择A 咱们项目经理是最不喜欢变更的 虽然我们作为什么呢 我们作为这个适应性生命周期 我们敏捷 敏捷里面有一个观点 就是拥抱变更 但是 作为项目经理 我们 我们其实心里有一句话 谁他妈给我提变更 我弄死谁 其实每个项目经理在管变更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心理 那么所以项目经理在平时的工作中 你要 你就需要 对这种 可能引起变更的因素 进行事前的管理 所以在变更控制流程之前 在提出书面变更之前 有些事情 你就需要 该干的 该跟干系人沟通的 该跟相关方沟通的 你就应该跟他沟通 进行一些事前的预防工作 这是 多讲一句 接着 接着 在设计一个项目 开始两个月后 这个客户要求 对产品 进行 做修改 在没有通知项目经理的前提下 做了这项变更 最终测试阶段 测试结果与当初不同 这种情况是什么 的例子 就拿娜娜这个笑快的 这个当分割线吧 OK 范围控制的技能差 行 大家对这个 这个范围这块 也有点 有点 有点概念 骂的是姥姥的 谁的姥姥的 OK 我再做一个分割线 我再做一个分割线 项目基准 项目基准获得批准后 项目经理发现 一项需求被忽略了 项目经理应该采取 哪项措施 OK 创建变更请求 没有问题 这道题的答案 就是创建变更请求 多问一句 多问一句 大家大开脑洞想一下 我在项目章程签署的时候 先按照我这边来吧 先按照我这边来 王鹏你稍微等一下 项目章程签署的时候 项目经理 就是项目章程已经完成 然后就带着项目启动会 然后正式签署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项目经理发现 有一个重要的需求 被忽略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 不局限于这三个 这四个选项 不局限于这四个选项 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马上就要开这个会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最合适的办法 其中有一个可以选的选项是 尽快推动项目章程的批准 得到授权以后 开始和这个相关方的这个 和对应的相关方去充实 这趟这个需求 因为你现在完全 那个项目管理计划 还没有做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得到正式授权以后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 赶紧纳入进来 以推动项目为前提 这是 这其实也是一道真题 就是想起这件事 我先跟大家上个眼 要说一下 然后王鹏的结论 王鹏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典型性的问题 王鹏的问题 王鹏的问题是典型的问题 首先一个 这道题 项目基准获得批准后 项目发现一项需求被忽略了 那么 需求被忽略的话 那么项目经理应该 最终可能会导致什么呢 最终可能会导致基准的变更 对吧 那么标准的处理流程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 CCB应该是项目经理发现这个需求被忽略以后 提出一份变更请求 然后 因为它是要改基准的 所以对应的去提取CCB 去提请CCB批准 然后如果批准了就变 如果不批准的话 那就那就不变 那么在这个标准的流程里边 和发起人没有关系 注意是变更管理计划里边 规定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去批准这个变更 就有什么样的人去批准 在我们PMP里边做题的时候 如果题目没有告诉你什么样的级别 什么样的批准 或者说当前这个变更对应什么样的级别的人批准 我们认为当前这个变更是由CCB去批准 所以这道题跟发起人没关系 发起人在干什么事呢 发起人是sponsor 是出资者 也就是说 发起人第一个是给你的项目提供资金 提供资源 然后当你项目经理有些事情 在你的权力范围内搞不定的话 比如说你的项目和我的项目 我们俩都要用一个关键资源 结果呢 你的项目 我的项目级别特别高 但是其实我这个项目其实不急 我的等级非常高 我的优先度特别高 但是其实这个关键资源在我这不急 那么你又没有 你又没有 这个人已经分给我了 你又没有权利从我这直接调走人 那么你就找发起人 去让发起人去协调这件事 而这样的话 才是一个正确的路数 而且呢 咱们在这个工作中 在真实的工作中 以及在咱们PMP里边 都有一个一个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路 就是不要没事就去找领导 我们找领导有几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我们通过深入的沟通 了解领导的真实意图 这是我们要去找领导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的项目出现了重大利益关切 比如说 在我们的项目上线之前 我们发现 我们做的 我们这个项目所采用的一个中间键 所采用的一个技术 有重大技术漏洞 可能导致我们上线之后 那么出现巨大的这种风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这种这种漏洞 属于可能发生 可能不吧 不发生 但是一旦发生以后 是我们项目经理 这种重大利益关切 已经到就是题目里面 会给你描述的很严重 然后这种情况下 你要第一时间去通知发起人 告诉领导 可能这项目会出点什么事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你找领导讨论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直接带着问题去找 你要怎么去找呢 你要去先跟你的团队 先把这件事是怎么回事 闹清楚了 然后最好还是跟你的团队成员 能够找到那么一两项 能够供领导选择的方案 然后再去找领导 因为真正的发起人 不会比你更了解这个项目 所以有的时候 你说你说一个具体问题 甚至领导可能听不明白 然后你就说 你看这样 你说我是怎么办呢 领导出于情商高 笑眯眯的跟你回答 其实后边有把刀 他们想砍你 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思路 做题的时候 其实PMP好多题也是这个思路 就是这个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然后接下来好像就结束了 我们在一个很尴尬的时间点结束 就是22点22分 我好像加班 每次下班也是22点22分 好吧 下面进入答疑的环节 就是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就提问 然后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撤了 我发吧 我发吧 指对了三道 是因为 因为第一是预期课 你正式那五天课 那八天课 你还没上呢 对吧 另外呢 就是说 现在我给大家在灌输这种 做题怎么做题的思路 而不是 之前你们还 其实思路还没有建立 所以现在的正确率不高 是很正常的 所以没关系 课件发吧 我一会儿那个 考试 那个 那个 那个结束 就直接发 好的 哇塞 一看你是做了截图啊 我天哪 好的 这道这个图呢 是一个就是现在理解不是太清楚的话 没有特别大的问题 是因为你要知道的是这个 我一会儿把上一次的PPT也传一下吧 是这样 那个 我想想啊 怎么跟你说呢 你是哪儿不明白呢 工作绩效 是吧 工作绩效 工作绩效不明白 首先呢 首先呢 在这一块 目前不明白 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因为就是说这个整个 整个从第5.6到13.4这些控制过程组你们都没讲 所以这是一个通篇的对于这种整体性不了解也正常 那么首先一个是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 起点是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 在指导与管理项目工作的时候 刚才我说了 你在盯着这些团队成员 我刚才举了一个比较 比较 我自认为比较生动的例子 就是你盯着他那窗口 你看看他工作状态怎么样 然后你要收集他的状态信息 比如说你每周会让他报一下 说今天的活干了怎么样 干了多少 然后完成情况 花了多长时间 然后完成多少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工作绩效数据 对吧 这是在管理与指导项目工作的时候 直接输出的 然后你在各个控制的过程中 你要和他控制说实话 就是拿他们去和基准比 对吧 拿他们去和做出这个工作绩效信息来 看看你的政治管理还没讲 就是说你计划里边到现在为止应该干多少活 和你实际干多少活 你的偏差有多少 然后这就叫工作绩效信息了 对吧 你通过控制你了解了所有的工作绩效信息 然后你在监控项目工作里边 你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控制信息 这些绩效信息进行汇总 然后你做出一份叫做工作绩效报告的东西 然后把工作绩效报告按照沟通管理计划 然后把指定的相关方给他们用指定的形式发过去 沟通管理计划里边啊 多说一句 沟通管理计划里边会写着什么样的人 我先说完我现在的 什么样的人 就是沟通管理计划里面会写 会写什么呢 第一 你的日 你的日 周报 你的月报 你的所有报告的模板是什么 在沟通管理计划里面 要写 然后 你的不同的报告 你要交给谁 然后 你用什么形式沟通 比如说 我是不是认电子邮件 因为在我们PMP里边 电子邮件 虽然它是书面的 但是它是一种非正式的沟通渠道 但是实际上咱们在国内很多时候做项目的时候 电子邮件其实是能够作为证据作为正式沟通渠道的 非正式就是你拿它说不了事的 说不了说当当证据的 那么正式的沟通去 那么你需要在你的沟通管理计划里定义 说我们的电子邮件沟通 我们就是正式沟通渠道 那你必须要跟客户说清楚 如果说不清楚 那就会有问题 甚至之前我 我给另外有一个 有一个事业单位做项目的时候 每一次会议集 我们公司都得盖工章 都得给他们盖过去 都是 就是不同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然后北汽的项目 最后那个项目其实是我采的服务器 最后那个项目呢 其实是因为那个项目 他们用不了多久 他们的 那个项目本身项目额不大 就是 就是十几万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 那个项目用户也不多 大概200人 然后呢 他们他们用那套系统 基本上也就是用半年左右 所以呢 当时我就直接给他做的是 那个阿里云的那个 那个 我就直接给他租了阿里云 一个月500块钱 因为和项目与项目的 项目的这个成本相比呢 那么 阿里云的这点 这点费用 六个月500块钱 3000块钱的费用 其实就不算什么了 所以呢 我就经过跟公司批准 我直接给他采购了一套阿里云 然后 他们那个项目就直接用 IP地址 然后 直接用IP地址裸奔了半年 嗯 他们是忘了 然后 他们是忘了 而且呢 你知道 就是网警 就是网间对于 对于 呃 当时是北汽下属的一个 一个学校 不是北汽 不是北汽 不是造车的 它是北汽下属的一个 一个学校 那么他们又对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网警那块呢 对于这种学校的这种系统管就特别严 最后呢 我 我如果做虚拟的话 当时还 当时他们又 当时政策有变化 然后又要做申报啊什么的 挺麻烦的 最后 我 我也是忙 因为小项目我也顾不上 所以我干脆 我就 算了 我给你在外边 也不是什么保密项目 我就随便给你弄一个 IP地址 你就跑去吧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嗯 但是他们没那个预算的话 他们没法弄 哇塞 这录音是不是我 这录音是不是我应该都应该下一遍 嗯 成 然后客户在已经书 以书面确认变更请求后 再次 再次多次调整需求如何处理 并且变更内容已经直 已经在执行中 呃 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那个 在我们的那个项目里边啊 在我们的体系里边呢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说实操的话 基本上就是 无论是实操还是体系 你都需要给客户定个规矩 你都需要跟客户对定一个规矩 或者达成一个目的 就是 他已经书面确认了变更请求 然后最后双方都已经同意变更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无限的变更的话 那么这种这种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需要必须要跟他们的领导谈 然后谈出一个适应于你这个项目的一个流程出来 否则的话你的成本很多时候是cover不住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呃 首先这个demo 我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很可能是这个变更太着急了 变更太着急的结果是什么 变更太着急的结果就是仓促变更 那么有些情况下 比如说呃 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之前我采用的是一种拖的战略 就是我每周接收一次变更请求 这样的话 那么客户的变更可能也会 也会相对来说深思熟虑 还有一种问题 就是说你是不是能作为 你作为项目经理 或者说你要联合你们的产品经理 因为他们往往是业务专家 就是说你要了解他的需求 他的到底是目的是什么 他为了加这个按钮 他为了加这个按钮 他的目的是什么 我给你举一个举个简单的例子 之前我给中石化市场处 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那个那个项目是一个特别牛逼的项目 怎么牛逼我一会儿说 在那个项目里面有一张报表 那个报表有一个平均价格 这个平均价格是一个叫做 平均价格我们最开始收集需求的时候 是算数平均价 也就是说 过去三过去一周的价格 我们取一个平均价 直接用算数平均就做了 结果呢 市场处的那个领导最后跟我们说 你这个算数平均价不对 不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销量高 有的销量低 所以呢 你应该采用加全平均 我说加全 结果后来想加全平均是对的 他说的话本身是对的 然后我们就改成了加全平均 然后我们就改了 然后改完以后呢 真正出报表的时候 他又发现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时我们对应的这个产品是炼油自销产品 不是气煤柴食脑油这种天天有销售的这种产品 像那种聚乙烯聚饼乙烯那种东西 企业下游的这种这种这种采购方都是批量大次采购 他可能一星期都没有采购 所以如果你有加全平均价的话 他的如果没有销售量的话 加全平均价就是零 所以最后他的价格变动可能是上一天是多少 加全平均价是多少 下一天就是零 所以这事他又受不了了 所以他又改了 他又改回算数平均价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反思 反思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可能对于客户的关切理解不够 第一我们能够理解市场处他们的关切 就是你的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价格波动 你的价格这个平均价到底是不是能反映实际 我们理解他的关切 但是我们没有识别出另外一个干一个干系人 这个干系人叫做发改委 他们对于这样的战略产品 他们的价格是极其敏感的 他们绝对不能接受说一个产品的平均价 在一天之内波动百分之百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里面 也是由于我们自己对于业务把握不清楚 所以后来我们 我们最后是我们派了一个人 我就在他市场处 按照 就当他是市场处的工作人员 就在那给他们干了一年的活 所有的报表 所有的这个这个内容都是 就是当成市场处的人 他们对下属企业也告诉他们 就这人就是我们市场处新来的小孩 然后干了一年彻底把他们的业务摸清了 你的这个东西确实是IT公司的IT公司的现状 客户改的太随意 客户改的太随意 两个两个情况 第一个是你的对接人员要专业 你要能说服他 另外一个就是说 可能会采用一些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拖 拖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要跟他明确成本 因为有的时候 你作为乙方 你还要算计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如果他之前没有用信息系统 或者说他用的别的信息系统 然后你去做 你去把那个之前的信息系统替换掉 这事比较难 对吧 但是如果这个信息系统已经用了 然后 这时候就不是他求你求他的事了 是他求你的事了 对不对 尤其是好多时候过去我做财政项目的时候 现在财政项目 你说你今年做一个系统 明年你再申报一个同样的系统 那审计不死你 对不对 然后等到第二年的时候 你的系统已经正式上线了 然后你已经经过了那个 完整的验收了 你已经拿到钱了 那么第二 所谓的二期 所谓的业务需求 你就占主动权了 咱们IT人员 千万不要把这个话 说的那么 放的那么开 说的那么活 你一定要把这个 你的说的话比较圆润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在做新系统的时候 涉及到多个部门 然后呢 因为新系统 一旦上新系统以后 你可能就导致的是 你这个系统 第一 新系统会规范一些流程 本来可能是打个电话的事 或者以个赛表拖一下的事 后 现在呢 因为是上了系统以后 就很难改了 那么新系统 往往意味着工作流程的改变 工作流程的改变 你一定要给他的领导 建立出这个意识 我们不但是在做一个新系统 我们甚至是在做管理咨询 那么有些东西 他在管理流程上 他没想好的地方 我们就可能先不做 或者说等到这件事情 能够明确了 能够落实了再做 咱们再做个二期嘛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而且就算是你答应他二期 比如说需求 说我这套系统要和财务系统对接 我这套考勤系统要和这个人事系统对接 这个对接 我们跟我们答应了 我们跟客户说 你现在没想清楚 咱们之后再做 我们先把需求记下来 然后你在需求里边 在需求跟踪矩阵里边 你也不能说 说二期解决 你要写什么 留待二期考虑 不能答应死 慢慢来 所以项目经理有的时候 真的是 就是在练你的情商 看谁着急 歪门邪道的 歪门邪道的办法多呢 再给你们灌输一个歪门邪道 处理沟通 沟通里边方法 田老师私藏的沟通方法 就叫做吵架 跟甲方吵架 怎么吵 原则 第一 吵得起来 第二 收得回去 第三 不伤感情 第四 解决得了问题 解释一下 第一 吵得起来 我作为乙方 我不能跟甲方吵 我怎么吵 我要让甲方跟我吵 吵得起来 是逼甲方跟我吵 收得回去 在我需要这个吵架终止的时候 我需要这个吵架终止 然后 不伤感情 这是一个核心的 你作为乙方 你就是弱势群体 对吧 甲方爸爸 然后解决了问题 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跟他吵 你得想清楚了 比如说 我用这个方法 当然用的非常少 这属于偏门的方法 那么 偏门的方法 你怎么解决问题呢 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 当时我吵架 我是临时吵架 我是临时起义 为什么 他那间办公室 实际上是两个 一个大办公室 两个门的大办公室 中间用一堆 那个文件柜 隔成的两个小办公室 我跟这个老师 在这个办公室吵 其实是因为 我当时进门的时候 知道他们的处长 在另外一个办公室呢 我希望的是 引起他们处长 对我这个事的关注 而且吵的这件事 本身也不大 我就拼的说 哎呀 这个小伙子挺 有点心急气躁 我拼的他们领导 这么批评我两句了 那么 能解决老问题是核心 说实话 能解决老问题 脸算什么呀 对吧 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呢 我们在公用商管理的时候 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我们要以利益为核心 不要以立场为核心 利益为核心 不要以立场为核心 什么意思 对于有一些供应商 我们合作的特别特别好的供应商 如果是由于成本限制 如果是由于成本限制 比如说他真的就比另外一个供应商 多了那么五万块钱 三五万的报价 比如说是一个几十万的采购 他就是多了那么三五万的报价 那么首先第一个从我的角度上来讲 我当时跟我的供应商 我当时跟我的供应商 我的供应商跟我是这么说的 他说田总你去 你跟我说 他说我肯定要做你这单生意 他说你跟我说 你报 我报多少 我就报多少 我就听你的了 然后但是我跟他说什么呢 第一我必须要要让你有利润 所以我建议他 我说你就坚持我的报价 你的报价 然后我去给你做工作 为什么 因为我清楚 我用他们成本我的风险最低 所以我可以去帮我的供应商 站在我供应商的角度去帮他办事 帮他办事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还是在降低我项目的风险 我认为作为一个APP 有五端的那么复杂的一个APP来说 那么风险 作为服务器那边 IDC机房那边一定得靠得住 那么他们的那个机房 比另外一个最便宜的那个机房 好的不是一星半点 那个便宜的机房就在国贸 那真的是十年前 我都认为那个机房不怎么样 何况是十年之后 所以那我就站在 我不管立场 我决定用这个供应商 我就站在这个供应商的角度上 来考虑问题 解决问题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叫做不择手段解决问题 OK 当然不择手段是引号了 别说我说的 不对 有录音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有一个公司之前是做内衣的 不是 不是恢复他杀的 因为之前 之前我要选的那家 我要选的那家供应商 他的报价没有 没有高多少 然后他的 他是T4 T4家的机房 他是T4家的机房 然后 我想想 他是T4家的机房 然后他的服务器上架都是自动的 所以那个机房和 我觉得惠普的那个机房 也不会到达那种程度 就是那个好到 就特别好的一个机房 然后那个 就是那个特别好的供应商的 另外一个机房 是在 就是接待宝的机房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 那个接待宝的机房 行 那就先这样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 有咱们下次聊也行 不着急 或者谁想跟我单聊也行 张伟的问题 一会儿咱俩私聊 好 那要不然今天就先到这 然后你们该收尾的收尾 然后 我就先这样了 先撤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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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e